这个和郭麒麟长得一样的男人 竟然穿越了 一觉醒来 眼前的豪华庄园 让她彻底梦圈 还没来得及反应 姑爷醒了 当你需要大夫 原来郭麒麟只是这里的女婿 金碧辉煌的一切 也并不属于她 男人叫宁毅 本来是小说家 却穿越到自己的小说里 可现在的她 对于古代的一切都很陌生 她需要搞清楚状况再说 我叫什么名字 啊 姑爷名叫宁毅自立衡 家事怎么样 人缘好不好 丫鬟回答说 她没房子没车 不仅父母双亡 没有任何亲人不说 就连朋友也没有一个 这人设也太老了 打得宁毅是措手不及 可想着自己还有现代记忆 要改变线下的局势 倒是问题不大 丫鬟这时却又说 如今哪 你是我们家小姐招来的 坠续 招招什么 什么 什么序 这序就是上门女序 我还是个倒插门啊 这个开局 确实是有一些棘手 乌爷 您没事吧 没事 我就是得需要一些时间 来适应一下我的新人设 您亦没办法 只能慢慢适应自己的新人设 可刚穿上婚服 才想到自己连新娘子还没有见过 于是偷溜到小姐的闺房 想一见方泽 面前小姐的背影 如梦如幻 您一看着就小路乱撞 固有自主地慢慢靠近 来到小姐身后 抑制不住地眼冒绿光 口水也马上要流出来 你呢 见过男人上花轿吗 这可是猪八戒吃人生果 还是头一回 这是什么 这是花轿 小姐的 你的 凭什么 你是追序 追序就得做这个 追序都得做这个 我不做 你得做 我就不做 你就得做 我说不做 我就不做 宁毅不肯受此屈辱 于是开始脱帽扔鞋 直接坐地上 撒泼打滚 本以为不上花轿 对方就无计可施 可一转眼 就在威逼力右下 委屈地进了花轿 一路谩骂之后 宁毅来到了苏家大门 门口的吉祭国王和二叔 相视一笑 早就想好了怎么看他笑话 可宁毅下了花轿后 没有任何抬不起头的样子 反而憨笑着 和众人打着招呼 二人着实没有想到 宁毅没有羞耻到如此地步 随后 宁毅大大方方地走进苏府 吉祭国王赶忙上前 将他带给许县长 可宁毅对于古代的自己 没有任何的记忆 根本不知道眼前人的身份 所以只能对其傻笑着 接着 二叔又带着一大群亲戚凑过来 让他一一问好 可宁毅谁也不认识 但凡自己认错 那丢脸的可是苏家 所以只能堪堪效果 但他没有显现一丝慌乱 转身让耿护院拿来遗物 展示开来 竟是一幅空白的礼布 他让众位宾客 将自己的姓名写上 也算是给我们这新婚的小夫妻 一个小小的怒骨 然后看着礼卷上的姓名 一一问好 这一番精明的操作 让唐儿甚是满意 可二叔却是一脸不甘心 进门这一环节 总算是有惊无险 可之后的拜唐 却又突然冒出一个男人 差点让宁毅喜当爹 郭麒麟终于结婚了 满面春风的要拜唐 可德云社没教过怎么澄清 导致转身时被绣球缠住 众人见此哄堂大笑 第一次结婚没什么经验 下回就好了 看来太子不想只结一次婚 所以在马上进洞房的关键时刻 被一人大声喝住阻止 进门的男人名叫吴启豪 长期骚扰唐儿不说 此次前来还要将唐儿带走 唐儿 我知你心 你不嫁我 不是因为不喜欢我 而是因为不想离开苏家 吴公子 你休要胡说 我素日与你 只有生意往来 从无私情 今日 你若是想喝杯喜酒 欢迎之至 若是喂别的 就大可不必 尽管唐儿已经将话说得如此决绝 吴启豪仍然舔着个大脸 盲目自信 还大放厥词说 要揭开宁毅的真面目 随后 就将一对母子叫入大堂 声称二人是宁毅的原配妻儿 女人上前一把抱住宁毅喊夫君 而小孩也抱着他大腿喊爹爹 吴启豪敢忙开口 他竟然为了入罪苏家 将他们抛弃了 你们说这样的人还能够入罪苏家吗 宁毅很显然是一脸懵逼 可这时丈母娘却挺身而出 向老太爷仗义直言 宁毅入府前 我曾让耿乎厌打探过 他在外并无蹊跷 今日 恐怕有人故意陷害 专门破坏他人婚事 老太爷只是老了 并不是傻了 他也看出吴启豪是想自己得到他 诬陷宁毅 就上前让他滚出苏 可这人脸皮厚的和城墙一样 竟说要宁毅和孩子低血认清 以证自己清白 男孩真的是郭麒麟儿子吗 老太爷上前质问 可宁毅却偷笑了起来 并承认了自己就是这孩子的父亲 正当众人唏嘘不已 宁毅画风一转 其实 我不止这一个儿子 我还有一个儿子 你还不止这一个儿子 你到底做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情 那另外一个孩子 在何方 儿子 让爹抱抱 这么多年不见 爹想你啊 你在胡说些什么呀 你不信 不信 那咱们一宴便 随后 宁毅自己出门打了一盆水 并让吴启豪和自己进行低血认清 可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二人的血液也开始相融起来 我 就是这个乌启豪的爹 我就是你爹 乌启豪当然不会承认 众目睽睽之下 他也没有理由继续纠缠 随即气急败坏的江湾 就要短身离开 可这时 宁毅却叫住了他 本是大婚之日 却因他变得乌烟瘴气 在家里 你娘没教你怎么做人 今天在这儿 你爹我得教你怎么做人 道歉 一番操作下来 丈母娘也开始对宁毅刮目相看 吴启豪不得不当着众人 表达歉意 宁毅也大方地放他离开 之后又向众人展示了 低血认清的缘由 吴启豪的碗里加了白反 所以会加速血液相融 而宁毅的碗里是温水 同样会加快血液凝聚 众人恍然大悟 并且频频称赞宁毅的聪慧 经历了一场闹剧后 婚礼也顺利完成 本以为回到新房里洞房花主 以后别睡客房了 睡旁边的耳房吧 结婚之后 二人本该平静地过生活 可谁知 宁毅第二天就差点被吉吉国王掐死 郭麒麟结婚后的困难生活 第一天就吃了老丈人的闭门羹 他不见我 姑爷来够就罢了 大老爷估计不会见你 他是不是针对我呢 不是 你应该不配 宁毅正垂头丧气的懊恼 想着去给二叔敬茶 可刚到门口 就差点被一本账册砸中脑袋 抬头一看 吉吉国王正在打骂下人 原由是 吉吉让其一晚上核对二十多本账册 可下人熬了通宵 也才堪堪对完几本 露火中烧的吉吉 对着下人拳打脚踢 可宁毅却在这时站了出来 住手 这账本总共二十二本 每本一百九十二页 每页四十条账目 加在一起就是十六万八千九百六十条账目 你让他一页之间算完 一页就算八个小时 那也是四百八十分钟 他就算不吃不喝不拉不撒不睡 每分钟至少也要算三百五十二条账 这种计算能力 你展示一个我看看 吉吉国王不敢置信地看着宁毅 一个上门女婿竟敢这么和自己说话 这可挑战了她的脾气 对着她就是一顿破口大骂 看着端来的茶杯 吉吉也明白了宁毅的来意 随后就走进屋内端坐起来 宁毅无奈地端起茶杯 恭敬上前 九哥 请喝茶 可吉吉为了为难他 不是说茶太凉 就是说茶太烫 坐 哎呦 你想烫死我呀 重庆吧 九哥 这杯茶 不凉不热 刚刚好 您尝尝 你倒这么慢 我一端起来 不就洒了吗 真洒了 你个狗东西 你敢碰我 愤怒的吉吉 抄起板凳就狠狠杂取 差一点就要了宁毅的脑袋 这时的宁毅愤怒值直接拉满 愤恨的宽衣解带 打算和这只猴子来个你死我活 喂 你瞎蹦的什么你 这拳头怎么短了 二人正打得不可开交 二叔和吉吉 未来岳父却走了进来 宁毅见状索性不再动感 任由吉吉疯狂掐脖 而这一幕正好映入二人眼里 被未来亲家看到自己儿子如此一面 二叔刚大的不知所措 也彻底将吉吉婚事搞达 可刚刚和猴子战斗完 下人又来告知说 布行出现了新一轮的战斗 阿佛将房顶捅出几个窟窿 大雨倾盆而下 仓库直接变成澡堂子 木云沙也全部交成了烂抹布 而开业时间竟在眼前 谭儿愁眉不展 掌柜说要将开业时间延后 可门外的客人已经在着急等待 谭儿无法抉择之时 吉吉却突然冒了出来 不仅来看笑话 还想争夺布行的管理权 你若答应与我二房共同经营店 哥哥保证帮你打点的妥妥当道 一个女人家家 做什么生意吗 吉吉逼迫的谭儿不知如何是好 可宁毅却突然站在二楼 大喊布行已经开业 让顾客进门 大批早已急不可耐的布客 蜂拥而尽 门槛都被采冒烟 你要干什么 谁让你宣布开业的 宁毅却信誓旦旦 他告诉谭儿先别慌 随后吩咐掌柜 先拿一些完好的沐云沙来 今天要是不能开张 不就随了二房的心愿吗 这是你想看到的吗 当然不是 不是就对了 我这人没什么优点 就一条信守诺言 答应夫人的事就一定要办到 我说能帮你拿掌业 就一定能拿掌业 所以今天这夜还必须得开 我就问你敢不敢信我一回 咱们赌一把 要是赌赢了 在老台爷面前 你就是力挽狂澜的画室人 要是赌输了 你也没什么损失 他胸有成竹的样子 让谭儿犹豫不决 看着楼下的顾客越来越多 群情激愤都在等待着沐云沙 更有甚至山峰点火 表示如果没有沐云沙 就要砸电 就得请这些老人 这坏人一老八 他闹的是 比你磕的瓜仔都不 积极正在幸灾乐祸之时 宁毅却搬出了营销之审 拼刀刀 拼兮兮穿越回宋朝 一样掌握流量密码 直接起飞 谭儿深陷开业危机 宁毅为力挽狂澜 竟开启拼刀刀运营模式 看到这个转盘没有 上面有很多区域 写的都是可以减少的金额 您站在红线之外 拿着这一把剪刀 砍中哪个区域 比如说砍中了剪一百文 那么价值三千文的沐云沙 您只需花两千九百文 就可以带回家了 不仅如此 顾客还可以邀请朋友 帮忙砍一刀 但不是立刻就能取 而是要等待一阵子后 手拿今日所得的票号来取 话一出口 顾客也都觉得时间不成问题 只要自己能砍价 就是得了很大便宜 宁易的拼刀刀 瞬间火遍全城 大量顾客慕名而来 布行开始络绎不绝 道号也销售一空 随后 苏家便进行今天的盘账 急急满脸得意的双手抱胸 以为布行必定亏损 可紧接着 账本上的数字 却赤裸裸地下台一条 开业第一天 盈利近高达一万五千两 众人不可置信地询问谈儿 二叔更是恶意重伤 说他为了降低损失而哄抬物价 违反祖训 账房又进行了新一轮的测算 可结果却是和之前定价所差无几 这一番操作 直接让宁易扬眉吐气 还得到了老太爷的赏识 谈儿本是心怀感激 可宁易回房后 却伸手要起了提成 七龄左拥右抱逛花楼 这要被你爸看见了 肯定一顿好抽 拿到了五百两提成后 宁易转身直奔青楼 一进门 便直勾勾地盯着美若天仙的女子 而劳宝也直勾勾地盯着宁易的荷包 宁易沉浸在女色里无法自拔 丝毫没看见吉吉的眼线就在旁边 吉吉国王听到消息 立刻向老太爷告状 想要将宁易赶出苏家 而塔儿得知此事 也匆匆赶来 这宁易的手啊 搭在元姐儿的腰上 这二人半推半就 就上了楼 这一管的楼上 可都是密不透风的雅尖 这 大哥说得如此仔细 好像是亲眼所见一门 我就是亲眼所见 你亲眼所见 那你去回那个地方 不不不不 看自己差点就被塔儿拐进坑里 吉吉立马开始撇起关系 说这些都是下人禀报给自己的 塔儿健壮 也立刻抽身去找宁易 他现在只想把宁易打一顿出出气 而宁易此时 还沉定在美人花酒中 根本不知道 危险已经降临 宁易航 娘子 你也来了 快给小姐点一个 暧昧 你听过难得学院吗 一个教男人如何三从四得的地方 宁易还未从酒醉中清醒 便被夫人送往了难得学院 这里有全城所有的坠雪 不仅要学习厨艺 还要学习伺候妻儿老小 甚至带孩子这种事也没有落下 三天三夜不睡觉的学习 就是为了让老婆满意 得知宁易是因为逛青楼被送了进来 众人瞬间炸开了锅 还未说两句 就被先生责罚举水盆 可宁易怎么会按套路出牌 先生一走 他便把水一泼 席地儿坐下来 随后开始给几人洗脑 追戏就天生地人一等吗 追戏那也是有人权的呀 夫妻双方 无论怎样都是平等的 应该相如以沫 不应该分高地贵贱呢 宁易几句话 就让身旁几个呆头佩服的五体投地 说以后要对他为命是从 说罢就要向着先生走去 你们要干什么 我们要反抗 我们要斗争 反抗 就你一个人 把手给我伸出来 什么 你还要打我吗 伸出来 戒齿落下的一瞬间 宁易突然攥住 接着将戒齿折断 一番操作 让所有人都惊掉了下巴 他却一个华丽地转身 离开了难得学院 就在路上 意外发现两个臭骑篓子正在争辩 而秦相见宁易不屑的眼神 便邀请他来对异一局 并让他先落子 宁易却不以为然地将第一子落在角落 这无疑是放弃了先手的优势 秦相也心下了人 这开局有点意思啊 就是这场棋局 让宁易与当朝宰相有了一面之缘 这时的宁易还不知道 寒儿的布行里又发生了大事 拼叨叨的后遗症 就是当顾客拿着票号 上门取货时 票号竟然比发行的时候 多了不止百张 而且全部都盖有苏氏的印章 根本分辨不清真假 寒儿看着多出来的票号 还未等想出对策 布行里来了官兵 竟是布行里的伙计报了官 并举报说这里有欺诈行为 官兵头头更是要直接带走他 等等等等 这位官爷 有人举发本店侵诈 如果属实 我自然认罚 但请官爷明察 这些票号 并非本店伪造 伪造票号 需要兑换更多的沐浴沙 这对本店 并无半点好处 请官爷明察 就在场面陷入一片混乱之时 吉吉从人群中挤了进来 他先安抚了官兵 随后将唐儿拉到旁边 表示现在只有将布匹全部兑现 才不会影响生育 如果不把假票号一并兑现 那布行就会被勒令停业 可是唐儿的沐浴沙根本不够 这时的吉吉才露出真正面目 他说自己可以帮助唐儿 先将自己店里的布匹拿来应对 可事情哪会这么简单 以后这间布行由你我共管 可好 你不要担心啊 只是这一阵子 等布行布入正轨 大哥自然把店归坏了 唐儿犹豫不决 看着店里挤满了愤怒的布区 再继续下去 苏家的名声恐怕不保 无奈之下 只好与吉吉签订契约 就在落印的瞬间 一只大手却摁了下来 你从哪冒出来的 那你先甭管 戏演的也差不多了 该收网抓贼了 此话一出 唐儿又挨转醒 换了一副面容 傻乎乎的吉吉还不知道 自己已经掉入二人准备好了圈套 早在开业时 名义便和唐儿商议 要在票号上做出防伪标记 不然票号可以随意被防冒 兑现之日肯定有人来浑水摸鱼 随后唐儿便在票号上做了水印 真票号一旦见水 就会出现标记 这位官爷 我在治票号之时 将票号 进水湿痛 然后盖上了我的丝印 待票号干透 我的丝印就会消失 唯有再次进水 我的丝印才会显现 那么伪造这票号之人 是不是就是另一个 拥有苏式不航印章的人 见众人看向自己 吉吉也开始止不住地颤抖 毕竟另一块印章就在自己手里 经过比对 两枚印章一模一样 吉吉也要被官兵带走 就在这时 吉吉却耍起了无赖 大骂他而不守护道 想要栽赃嫁祸 为了撇清罪责 吉吉诬陷一切都是手下做的 自己完全不知情 可宁毅怎么会轻易放过他 直接找到老太爷 说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二叔得知后 也是当众就教育起了这个不孝子 口水横飞 就是不动手 本想让不孝子免受皮肉之苦 然而宁毅却在这时开口 二叔 别着急 消消气 我舅哥呢 也是为了能拿到掌印 情有可原 更何况 他才刚二十叔头的年纪 还是个孩子呀 紧接着 拿出了早已准备好的家伙 哎呀 全是倒刺 我攥着都疼 您呢 别发太大的火 意思意思 打得个五百贵 别伤着身子 二叔虽然不忍 但也不得不接受 挥起腾条便打得下去 急急的哀嚎声也响彻整个夜了 第二天 宁毅正感叹 古代西瓜比现代的甜 可忽然一道倩饮掉落水中 二话没说 直接跳河救人 浑身湿透的宁毅 只能跟着回去烤干衣服 谭儿这边正在找他 竟意外发现了 耿护院的小心思 霸道姑爷爱上我 二 一呢 一 一我看完还给姑爷了 嗯 看来你们主婆二人关系确实不错 一起去了新门驿馆 现在都敢在我面前提的打掩护了 那不能 嗯 那个 我耿直一片担心下着小姐 嗯 下着小姐 表示一下 烧了他 在小说和姑爷之间 耿护院很有义气的选择了小说 带着塔儿便去找宁毅 就在宁毅和姑娘告别之际 突然一个喷嚏 净茶的水 洒到了她的身上 而这时的宁毅 背脊突然发凉 宁毅 我娘子 没想到 你竟然是这种人 啊 南都学院白去了 害得我刚才在河边 我还 臭不要理 回个光临 随意挑选 有什么可以帮您 回个光临 随意挑选 有什么可以帮您 宁毅为了打理布行 不仅将店面分出了 高价区和平价区 还在门口划分出了停车位 布行收益不断提高 大批订单接踵而来 可却影响到城里其他布行 导致他们生意惨淡 哎 你们还在屋室买布啊 苏室那边开了个停车位 店门口就可以停车 乌启豪这种小人 肯定心怀不满 想要报复 他来到新门驿馆后 将所有姑娘都订了下来 过几天的蒲园试会 是决定商家地位的重要时刻 他想让宁毅拿不出任何人现役 而布行这边由于顾客众多 销量太好 导致生产跟不上订单数量 却不曾想 宁毅早已准备好了对策 他将织布机展示在众人面前 耐心讲解 利用蒸汽和齿轮 使得机器运转织布 省去了人工不说 也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老太爷见此 对二人的能力予以认可 并夸赞夫妻二人同心协力 积极在旁边出言嘲讽 可老太爷直接对了回去 布行现在一个月的收益 就相当于二房一年的流水 这所有的一切 都会加快谭儿拿到掌印的进程 可谭儿却看着宁毅若有所思 二人本来约定好 拿到掌印 宁毅就恢复自由 或许是这段日子的相处 让谭儿对其有的感情却不自知 就在宁毅兴致冲冲地下班 想着即将到来的自由之时 一大批黑衣人在他身后出现 郭麒麟作为德云社太子 必然有很多人掩任 一个不留神 就会被黑衣人包围 可宁毅是跆拳道黑段 三下五除二便把人都收拾干净 结日之后的普元诗会 我看你还怎么笑得出来 刚回到家的宁毅 就被丈母娘和大姨们再一次包围 给他疯狂灌不明夜点 再来 再来 这什么味儿 什么酒啊 哎呀 这生龙活虎 虎虎酒 哎 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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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灌完了整坛子酒后 丈母娘几人又架着他 推进了谭儿的住处 谭儿 好热 实在忍不了了 得罪了 你要干什么 听着房间内木床晃动的声音 丈母娘在门外得意的偷笑 想着自己能抱上孙子 心里乐开了花 这酒也太厉害了吧 年轻 身体好 丈母娘以为女婿太猛 可谁知宁毅是在房间里疯狂砸墙 不仅脚踩木床借力发挥 更是直接把墙砸出了一个大洞 这糊糊酒的威力实在是大 谭儿看得一脸懵逼 那你干嘛还这样 我不这样 你娘不走啊 这样 就行了 甚好 你过去 我来摇 你慢一点 我是个诚实的人 我不能丈母娘误会我 这个力道如何 这个力道正好啊 过了一会儿 建房间里渐渐没有了声音 丈母娘这才满意离去 可孙子看样子是抱不上了 谭儿出声感谢名逆 不仅帮她一次又一次 就不行于水火 还总是有一些稀奇古怪的主意 宁毅就把自己是穿越来的秘密 告诉了谭儿 说这些不过是千年后 人们正常的生活手段 谭儿自然是听不懂她说的是什么 可懵懵懂懂间 也选择继续相信宁毅 二百两 五十两 一百两 五十五两 这么讨价还价 还是第一次看到 谭儿拿回掌印 二人兴奋庆祝 可酒越喝越热 身体险些不受控制 就在二人不知如何缓解之际 宁毅拿起酒瓶子闻了起来 这是丈母娘的糊糊酒 啊 糊糊酒 啊 你给我吃这种东西 随后二人就疯狂喝水 想着用这种方式压制内心的冲动 而就在争抢之时 一个信封却突然掉落 谭儿拿起信封 看到上面写着修书 澄清之前 二人约定 当谭儿拿到苏氏的掌印 得到不航的控制权 那宁毅就可以恢复自由 潇洒离去 可二人没有想到的是 经过多日的相处 他们互相以暗生情愫 宁毅也本想在苏府继续待下去 可谁知谭儿却这样出口 我已经拿到了掌印 一日 你离不离开呀 那我就离开呗 话音刚落 谭儿的笑容渐渐僵异 他以为宁毅是决心要走 宁毅又认为 他是决心要把自己赶走 因为误会 二人不欢而散 第二天一早 谭儿本想去找宁毅说清楚 可进了房门 却发现宁毅早已离去 心灰意冷的谭儿 看到了桌子上并未带走的修书 随后谭儿带走了修书 可他不知的是 此时的宁毅 为了能继续留在苏府 早早地找到丈母娘 给丈母娘做了一贯 二十一世纪的新型面膜 这种面膜 在能洗完脸之后 敷在脸上 有美容养颜的效果 可保您 青春有度 丈母娘一听 眼睛瞪得像同龄 这么神奇的事情 他之前可是闻所未闻 随后 宁毅又来到老太爷处 献上了一套包尔夫球杆 说是让其锻炼身体 想着这下再没有谁能够阻止 让他留下来 他可以去和谭儿商量了 可谭儿这边 却又遇到了大危机 郭麒麟在家里 疯狂讨好丈母娘和老太爷 殊不知自己媳妇 已经遇上了大问题 杨妈妈 过几日蒲园诗会 我想请驿馆的袁姑娘 为我们苏式表演一场 然而杨妈妈却说 乌企豪早已预定好了袁姑娘 而且驿馆里所有姑娘 都早已被他订走了 谭儿诧异之际 也心生疑惑 不知他为何要用这么多歌女 可是到如今 也只能去别家义馆寻求歌女 可谭儿找遍了城里所有的义馆 竟全都如出一辙 被吴企豪给预定了 谭儿顿时没有了办法 沐云纱即使在美丽 没有好的模特穿上身 也显现不出布料的出色 这是谭儿当家之后 第一次遇见的正式活动 如若在台上丢脸的话 那几几国王又会抓住把柄 搞出幺蛾子也不一定 蒲园诗会静在眼前 谭儿没了办法 只能让自己的丫鬟顶上 出席这一年一度的盛典 小姐 你说我会不会给苏家丢脸 不会 你到时候上了台 完整被送即可 其他的 什么都不要想 谭儿一边安慰着丫鬟 一边也不免担心起来 毕竟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就在这时 大聪明终于找到了他的好无言 赶紧给我们想想办法吧 我们是已经把所谓的歌女全抱下来 小姐和席掌柜 都已经急得没办法了 宁毅一个转头 却偷笑起来 自己如果帮忙度过了此次危机 那谭儿说不定会把自己留下来 这样想着 宁毅心里乐开了花 随后 他带着大聪明 开始全程搜索模式 可路上 却碰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念公子 念姑娘 一转眼 图元师慧就在夜色下的灯火通明中 开展而来 吉祭国王和二叔 早就已经做好准备 看谭儿一会儿如何丢脸 原来 吴启豪预定下全程的歌女 就是吉祭国王给他出的馊主意 为了让谭儿交出掌印 吉祭国王不惜让苏氏在全程丢脸 然后幻想着自己当家掌权 河面上却升起了层层白雾 众人定睛一看 竟是宁毅和义女子 缓缓地在小船上行径 看 他竟然是聂云竹 他居然重出江湖了 这就是当年明道将年新门一管的湖白 聂云竹 宁毅那小子怎么上去了 谁让他去的 数十盏灯瞬间打开 聂云竹随着宁毅的竹竿飞到了舞台 飘逸的群山和花瓣灰 犹如天仙下凡 惊呆了所有人的眼球 这一下子 宁毅直接懵逼了 在二人一起经历了多次危机后 坦儿也终于放心暗许 次日 苏家开席设宴款待朝廷私不使 宁毅因为多次化险为夷 作为功臣 也被叫到了宴席之上 苏家今日设宴请我 却让一坠绪与我同席 这要传出去与我的官生 那也是有影响的 就和我吃这一顿饭 就影响了您的官生 看来您这官生也没多少 宁毅的话 让韩主使瞬间颜面尽失 二叔健壮 也开始在旁帮腔讽刺宁毅 说是他坏了规矩 积极国王也跳出来 对着他教训 宁毅哪是肯受气的人 舅哥 你要想尊敬他 你敬他为你的亲爹 我都不管 我 没有这样的救 随着宁毅头也不回地离去 韩主使气的火冒三丈 但却碍于情面不敢发作 见状 老太爷赶忙扭转话题 问起了对于征收岁部 朝廷今年有什么打算 然而 朝廷对于岁部的追加 如今已是人尽皆知 韩主使却说 朝廷并没有追加岁部的计划 征收岁部 就是每年朝廷都会采购 一大批上好的布料 花费大量的金钱 然后献给周围各国 以保证本国和平 谁要是搭上这趟顺风车 不仅能收获一大笔收益 还能借此获得全国各处的销售渠道 韩主使却说朝廷没有计划 这让韩主使却说朝廷没有计划 你猜对了 他就是这么想 宁毅刚刚离席之后 并未走远 偶然见到了 积极国王和韩主使私下交易 他不仅打点好了韩主使 还悄悄地把江北所有的蚕丝都买下 你还能从别的地方盯到蚕丝吗 能 韩儿表示 虽然江北的蚕丝已经被积极占有 可江南的蚕丝 现在市场上还有很大一部分在收买 如果自己能拿到的话 那对于碎部的生产 也不会有任何影响 二人商议的有板有眼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吴启豪也想争得碎部的生产权 并且早已通过关系 把江南的蚕丝全部收购 现在江南的蚕丝尽在我手 不出三日 我便让苏家五米下 韩儿得知消息后 赶忙找到宁毅 他表示 现在不仅无法争夺碎部的生产 而且布航的正常生产都难以维持 可谁知 宁毅并没有像以往一样出谋划策 还想打消韩儿的主意 劝他尽早放弃 你要是非铁了心 要做这单生意 我也支持你 反正到最后 我们两个人就摆地摊卖皮蛋 我们苏氏不好世代相传 怎到我就轻易荒废了 你不帮我就算了 不必说这些风凉话 谭儿生气的拂袖而去 随后便开始联系各个厂商 可结果确实都没有蚕丝供应 谭儿还未等想出对策 习掌柜及时带来了消息 他表示自己有一信的过的朋友 拥有一些私人货源 虽然价格可能会贵一些 但是质量肯定没有问题 一筹莫展的谭儿 听到这么好的消息 连忙表示价格不是问题 只要能让店铺正常生产就好 那我带您去一趟 今日便可清点货品 一听到可以见到货品 谭儿急忙拉着洗掌柜向外走去 随后 二人便到达了东市仓库 看到仓库里满满的蚕丝时 谭儿激动得无以言表 丝毫没有注意到 乌企豪正在图谋不轨地看着他 等谭儿回过神来 看到乌企豪时 脸上的笑容僵住了 他反应过来是洗掌柜出卖了自己后 转身就要向外走 可乌企豪怎么会轻易放过他 他拦住谭儿 说未来几年的蚕丝 都已经被他收入囊中 只要谭儿肯答应 和自己春宵一度 他就将所有的蚕丝双手奉上 我已经说过了 我不感兴趣 干什么 你还期待谁帮你 宁毅吗 他根本就没这个能力 他不像我 只要动动手 就有人帮你把蚕丝送过来 他呢 他又能为你做什么 不用你管 你放开 我偏不 你为何要选择一名罪序 你干什么 我只要你疯了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你知不知道 全江宁城的姑娘都想嫁给我 而我只喜欢你 今天就让你看一下 我比宁毅好 乌企豪说完便向谭儿扑过去 力气之大 谭儿根本挣脱不开 就在他即将得逞之时 宁毅身骑战马过门而入 见到他突然出现 乌企豪被吓得慌忙逃窜 直奔二楼 可宁毅怎会轻易放过他 他快速追上 随后便开始疯狂出击 沙包大的拳头 雨点一样的落下 骑着打还不足以平息怒火 他又将人拽起 当作训练杀袋 一拳接一拳的 打的人动弹不得 这样看来 乌企豪根本不是宁毅的对手 接着 他将人直接丢到了二楼边缘处 想直接了结了乌企豪 宁毅 你要干嘛 你知道杀我 杀我有什么后果吗 宁毅的愤怒值已经拉满 见人想侮辱自己心爱的女人 他现在还顾忌什么后果 就在他要把乌企豪推下的关键时刻 乌企豪他爹带着官兵急忙赶到 宁毅 我乃五朝都尉送信 你是要杀人是吗 那你用这把刀杀好了 我人就在这儿了 你把人杀了 我带你去建官 直接跑吧 宁毅听完 冲昏的头脑也渐渐恢复了一丝理智 如果自己真的就这么杀了乌企豪的话 不仅自己会搭进去 坦儿也会受到连累 他要让乌企豪自食恶果 随后 宁毅和坦儿便打算离开 可这时的乌企豪 拖着伤痕累累的身躯 还在叫嚣着 以后让苏家再拿不到一根蚕丝 起疯了 那乌家就破产了 在坦儿身边的宁毅 秒遍小媳妇 委屈地安慰着刚刚受到惊吓的坦儿 我跟你保证 以后再也不会有这种事发生了 听到宁毅的抱歉和保证 坦儿也点了点头 不再继续生气 然而 就在二人还想继续腻歪的时候 宁毅才反应过来 车里还有另外一双眼睛 在发出惊呆了的目光 宁毅眼神由宠毅转为凶狠 而大聪明也甘大的发现 自己偷看得太过明显 顺势低下了头 好输啊 之后宁毅来到不行 开始了自己的复仇计划 他先吩咐下去 将自己写的告示 贴在苏氏的每一家店铺 可告示上的信息 却让众人大为震惊 宁毅竟然将收购残私的价格 提高十倍 还表示愿意支付厂商和巫室的违约金 仔细看完后 廖掌柜也明白了其中的奥妙 果不其然 不久后就有厂商找上吴启豪 要解除合约 你们两个狗东西 宁毅有钱 我吴启豪没钱是吧 愤怒下的吴启豪 根本没有脑子 直接把自己的收购价格提高了二十倍 这就是宁毅想看到的结果 吴启豪为人自负自大 为了跟自己抬杠 他肯定会走这一步 而让他赔钱 才是宁毅最终的目的 宁毅表示 这只是复仇计划的第一步 跟他们斗反 会把整个不行都赔进去 那就多赔进去 你疯了 宁毅随后就将自己的想法合盘托出 谈而听后 进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要不要尝尝我的手艺 聂姑娘做的 那手艺一定好 肯定好吃极了 最近你们这生意怎么样 生意不好呢 其实也没关系 看着宁毅的表情 也不难猜出这个煎饼的味道 肯定不尽人意 其实吧 也没有那么的难以下咽 你们可以考虑把车 推到沙漠边了 听完宁毅的建议 二人更是垂头丧气 见此 宁毅也心生一计 既然煎饼生意不好 那索性就不做了 就从聂云竹开始 打开自己的皮蛋生意 随后 宁毅将松花蛋的制作方法 交给了二人 让他务必按照步骤 一步一步来 保证制作出来的皮蛋 可以赚大钱 但让他们没有预料到的是 皮蛋独树一帜的味道 让路边的乞丐都避之不及 黑不溜秋的蛋 更是让人没有食欲 就在二人打算放弃之时 一个陌生的面孔出现了 此乃何物啊 此乃松花蛋 客观可要尝一尝 不必了 有多少就给我抱多少 我全要了 听见是个大订单 聂云竹高兴的急忙应下 手脚麻利的打包 他并没有发现 此人色咪咪的眼神 正上下打量着他 盯着看还不够 更是过分的将猪游手伸出 表示想让聂云竹跟他回家 进一步的占便宜 包你容 你 男人正要破口大骂 却看见身后的也是个美人 直接把脏字咽了回去 我说谁会买这个 黑不溜秋的黑东西 原来是想占便宜 这光天化日之下 要买就买 不买就赶紧滚蛋 男人见自己碰见了个硬茬子 瞬间提起了兴趣 赶忙问起了姑娘的来历 姑奶奶 新门一管袁锦儿 大爷日后若想来找茬 找我便是 可千万别找我姐姐 我一定会去找你的 本以为只是路过的 一个流氓色皮 袁锦儿也没太放在心上 只是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这个男人在不久之后 竟差点要了他们和宁依的幸福 只听过豆腐吸尸 却没见过皮蛋吸尸 连新门一管的头牌们 都卖不出去的皮蛋 到底是有多么难以下眼 正当二人一筹莫展时 宁依又天降神兵 将手下小弟派遣了过来 几人品尝完皮蛋之后 也想到了营销策略 他们用在德云社学道的十八般武艺 直接在街边开始了相声大会 周围人也越凑越多 随后让大家免费品尝 众人在尝试过后 也都被这独特的味道所吸引 纷纷购买 小摊前也渐渐排起了长队 宁依在听到生意如此火爆后 也说起了自己下一步的想法 我打算开一家联盟商号总部 就叫竹记 你们都可以加盟 只要缴纳一定数量的加盟费 便可以在我们指定的地点 进行分摊销售 不仅这些 皮蛋也是由联盟直接供给 不需要自己制作 商户自己用成本价购买就好 这鸭蛋十文两斤 皮蛋十文一个 这怎么招都有得赚呢 一听到利润如此可观 小弟们都兴奋得跃跃欲试 简单商议过后 便加盟了宁依的商户联盟 皮蛋小分队正式成立 这买卖也瞬间火爆全城 随着加盟的商户越来越多 赢钱也如流水般的流入口袋 可吴启豪看见宁依如此得势 却是恨得咬牙切实 真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是时候让他看看 江宁臣到底谁说的算 随后吴启豪便带着一堆手下 来到摊位前开始找茬 说是皮蛋气味过重 要求他们撤出摊位 还没等其他人辩解 就直接吩咐手下开始打杂 不过一会儿 摊位就变得狼藉一片 宁依在得知消息后 急忙赶了过来 看着自己受了欺负的小弟 宁依的愤怒值又被拉满 伤我的兄弟 就得让他十倍偿还 乌世家大业大 我们苏家也不是吃素的 老长 吵家伙 可一夜过后 宁依却满脸伤痕的 站在了老太爷面前 并要求暂时关掉所有布行 一个小小的皮蛋 竟饮得郭麒麟大打出手 心有不甘的他 直接来到老太爷面前 请求关闭所有布行 另做打算 苏家布行的生意 是一天不如一天 线下的坛儿已经无力招架 继续营业 只会亏损的更多 宁依此时向老太爷表示 只有先将布行转让 减少损失 然后将布行转让的银钱 投入到其他生意中 才能九死一生 二叔和几几国王见子 肯定是跳出来不同意 不禁看来 定然是直续想吞并祖产 掌家受到了匡骗 还请父亲定夺呀 眼下看来 关闭店铺是搭上了苏家的全部 老太爷也难以抉择 就在这时 谭儿拿出掌印柜了下来 表示给他们一个月的时间 如果没有成绩 愿意交还掌印 不再掌家 老太爷见此 也细细询问了起来 莫非你想出了什么好法子 我要卖皮蛋 随后 宁依便将变卖布行 所有的银钱拿出 让大聪明再去购买一些皮蛋推车 紧接着 他召集了所有加盟商 告知他们将小推车 分布到全城的小巷 还成立了逐机会 收集客人的信息和喜好 做出简单的数据调查 按照客人的信息进行售卖 还推出极赞兑换活动 只要购买到达一定的数量 就可以兑换相应的皮蛋 经过这一系列的骚操作 一个月下来 总营业额近高达一万两 宁依微微一笑 是时候进一步出击了 在众人一起摆庆功酒的晚上 宁依又出大招了 宁依还表示 在座的各位都可以进行入众 众人自然很是惊喜 毕竟最近都没少赚 大家都迫不及待的 纷纷表示同意 可这时 驿馆的杨妈妈却来叫人 隔壁要远锦儿去陪姐 现在的锦儿身份还是哥女 就算不愿意 也不得不跟着去了隔壁包厢 可谁知 这一去却让他们险些丢了性 我就是喜欢 她这种性格刚烈的女子 越难驯服 才有意思 你越是这样 我就越想今夜把你拿回家 这个老流氓 竟然赖蛤蟆想吃天鹅肉 袁锦儿听完便破口大骂 她是痴心妄想 即使自己是个歌女 也不会看上她这种老色批 说吧 便想要转身离去 可吴启豪怎么会放过她 就在袁锦儿即将被强行欺凌的时刻 宁依及时赶到 进门就是一记重拳出击 见到宁依到来 起好也是满眼震惊 宁依 宋大人 宁某打扰了 您想继续 本以为双方都会给个台阶下 可宋色批却叫人拦住了宁依的去 还未等宁依走几步 锋利的大刀就架到了她的脖子上 宋大人 是不是有一些太客气了 可谁知 宋色批一个眼神 宁依就被摁倒在桌子上 随后她便拔出长剑 想要了结了宁依的性命 就在长剑即将落下 宁依危在旦夕的关键时刻 一根鞭子瞬间劈来 直接将长剑打飞出去 这就是宁依今后的另一位女搭档 陆宏提 她身穿黑衣 气势汹汹 将长鞭熟练地在空中挥舞着 不断攻击着宋色批 几招下来 宋色批便已硬处不住 败下阵来 直接被打到趴在地上 而为了自保 她也抓起宁依 当作人肉挡剑排扔了出去 可就是这一瞬间 宋色批又提起长剑刺了过来 陆宏提躲闪不及 腰间竟被锋利的剑刃狠狠化伤 眼看长剑又要辞来 陆宏提飞起一脚 直接将人踹倒在地 等宋色批站起身来 想要追杀出去的时候 陆宏提早已不见踪影 可毕竟身负重伤 她强忍之下 也走不了多远 面对身后大批人马的追杀 她正无处藏身之时 宁依突然出手 将人拉进了一间偏僻的屋子 确认完外面 已经没有追兵的声音后 宁依才发现 自己腰间被抵着一板利刃 见外面也没有威胁 宁依表示 先将她暂时安置在了这里 进行疗伤 今晚的九死一生 也让宁依醒悟了 她必须要加快复仇的进程 让乌家永无翻身之日 托其林穿越古代 竟倒起了皮蛋大酒店 风靡全城的皮蛋菜品 竟颖得当朝宰相和驸马 也光顾于此 见知己二人的到来 宁依赶忙起身招呼 丝毫没注意到 门外的死对头韩主使 正对着他冷嘲热讽 一个坠绪也能搬上台面 可下一秒 令他没想到的是 屋内饭桌上 与宁依把酒言欢的 竟是如此大人物 这直接让他惊掉了下巴 当天下午 韩主使便找到余物 阿谀奉承地将茶盏奉上 见此 宁依也马上反应过来 这肯定是有求于自己 自然也是没有好脸色 让他赶紧说完快过 舅舅今天来 的确是有事相求 好外甥 你和康老青老 走得这般的近 那能否替舅舅 把这份败帖 转成啊 宁依听罢 便知道此封败帖中 必有深意 随后拿过来 开始细细查看 果然在夹层中 发现了金叶子 这这么贵重的东西 舅舅 您可得收好了呀 现在这份败帖 我倒是可以带您转交 宁依说完 韩主使脸色很是难看 尴尬得不知所措 不仅没有通过败帖贿成功 还叫这个坠绪 抓住了自己的小垫子 就在他气急败坏 将要离开时 宁依却突然张口 叫住了他 向他提出了一个 让他记气氛 又无法推辞的要求 咱们行走江湖 讲究一个礼尚往来 我帮了舅舅这么一个大忙 不知道舅舅 愿不愿意提携一下外甥 这太没有问题了 外甥的事 舅舅无有不 舅舅 你开玩笑吧 不开玩笑 原来就在刚刚 宁依与韩主使 做了一场交易 只要让吉吉伯王 将手里的蚕丝 全部交给他 那么他就会将 败帖转交给丞相 随后韩主使表示 朝廷碎部的买卖一旦开始 肯定将唐儿排在头位 希望他能继续经营布行 可唐儿并不知内情 便追问起来 只是舅舅 之前托给了别人 怎么又改主意了 稍作思索的韩主使 立马信口资黄开来 说自己本来就是 要将生意交给唐儿 只是想给他意外惊喜而已 并且早已吩咐 吉祭购置了江北蚕丝 就是先给唐儿做好准备 这件事 就这么定了 我放心 文献 你和妹妹商量商量 看怎么交割 随后韩主使变头也不回地离去 留下唐儿和吉祭不明所以的对望 拿到蚕丝后的唐儿 并没有急忙将布行重新开业 而是找到了素来交好的老板 他表示 吴启豪现在已经垄断了所有蚕丝 而他也知道 大川布行也多日未能生产 布行已经岌岌可危 但现在他手里有了大批蚕丝 也想到了万全之策 听到唐儿如此说来 薛老板兴奋地表示 自己肯定会全力配合 我想 先跟薛老板 做一笔生意 我手上 正好有一批江北的蚕丝 我想低于市价 转给薛老板 紧接着 宁毅叫来了所有好友 让他们帮忙 将吴启豪垄断蚕丝和碎步生意的事情 大肆宣扬了出去 言语之间又透露出 现在全城只有大川布行有多余蚕丝 消息散播得很快 不久之后就流入吴启豪的耳朵里 只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吴启豪这一次 并没有冲动行事 而是按兵不动 原来从苏家叛变的西整会 对宁毅有了一定的了解 觉得此事另有蹊跷 宁毅见失态没有如愿发展 便想到了另一个应对之策 你如我娘子 欺我兄弟 我让你吴家破产只是小失成见 你要还是一意孤行 吴家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你比我清楚 宁毅不久前 找到了与吴启豪合作的供应商 提出以15倍的价格 将蚕丝全部收购 还让他们将与吴家的契约解除 听到价格后的供应商 脸翻的笔书还快 直接换上笑脸 表示同意 随后 所有的供应商都找到吴家 要求解除契约 这如今 蚕丝的价格是水涨船高 您若实在不想出这个线 那我们呢 就只能找苏家 这苏家的宁公子 总不能让我们卸本无归吧 听到宁毅二字的吴启豪 瞬间火冒三丈 根本来不及细细思考 就马上回复说 不管对方出什么价格 自己都将比其高出十倍 然而回到后院的吴启豪 惊讶地发现 自己因为近期与宁一斗 总是高价收购残资 账上的银两已所剩无几 无计可施的吴启豪 只能来到地下钱庄 借了一些高利贷 而吴启豪借钱的消息 很快走漏了风声 几几国王听说后 却傻了巴基地以为 吴启豪是为了扩大岁部生意 资金不够 他吴家不是缺钱吗 若咱们和他联手 把咱们账上的钱都借给他们 到时候岁部抓了钱 咱们也能有些好处啊 会不会太冒险了呀 爹啊 不如虎穴咽头虎子啊 咱们都这样 还能更差吗 几几国王一手好算盘 打得我都听见了 随后 几几国王找上吴启豪 将二房所有的钱和盘托出 打算做最后一搏 他表示只要吴启豪拿下岁部生意 那只需要给自己一分力就行 吴启豪见此 心想面前的莫不是个傻子吧 他回心一笑 表示同意了这招买卖 便把银钱接过 几几国王自然很是高兴 幻想着自己不久之后就能发财 可第二天 吴启豪就得到了一个大难临头的消息 大事不妙了 大事不妙了 金钟传来了消息 不再收取碎部了 什么 男人屁滚尿流的慌忙奔向告示 上面清楚地表明了 朝廷今后将不再收取任何碎部 吴启豪父子看到这个消息后 仿佛被万箭穿心 他们将全部身家都压在了碎部生意上 不仅高价囤积了残私 还为此借了高利贷 另一边 宁毅也拿到了朝廷的告示 得知不再收取碎部的消息后 他和谭儿相视一笑 杨泽 你就等着看吧 我会让你成为全江宁最厉害的商人 是我的 会成为全江宁最厉害的商人 随后 宁毅将一颗五彩斑蓝信号弹 发射到空中 皮弹男团看到后也开始行动起来 他们将摊位翻转 皮弹变成了华丽的丝绸 苏氏布行重新开业 为方便顾客选择 宁毅将所有的布料做成色卡小样 还追加了送货上门 美其名曰苏宁一购 这波广告真是打得我措手不及 看到苏氏布行又一次的门庭弱势 谭儿情不自禁的嘴角上扬起来 但乌企豪此时却是惨不忍睹 他本来以高价和蚕丝商签订的契约 如今却因岁部生意的取消 而兑现不了 所有的蚕丝商蜂拥而至 堵在乌氏布行的门口讨债要钱 更是将门直接挤碎 冲进屋内 你们之前一个个要跟我们乌家做生意 现在我们乌家示威了 每一个人都要来踩一脚啊 你看我去 没有理你啊 紧接着 所有的蚕丝商 开始在乌氏布行里打砸抢猎 为了弥补自己的损失 将能拿走的东西全部搜刮而尽 转眼间 乌氏布行就变成了一间空荡荡的破屋子 而得到消息后的吉吉国王 带着亲爹姗姗来迟 乌企豪的老爹见到二人 也是没有好气的表示 苏兄 我也就不瞒你了 钱 乌家是绝技拿不出来了 那我们负责人该如何是好啊 我们是拿不出去 但我知道有一个人一定拿不出 经过几人的合计 吉吉国王出现在了宁义夫妇面前 麒麟正和媳妇打情骂俏 却看见一个大傻猴慢慢靠近过来 坦然啊 我找你有事商量 大哥 有什么要说的 就跟我们当家的商量吗 嗯 跟我商量 我来呢就一件事 现在二房有难 你二人管还是不管 不管 吉吉国王见夫妻二人如此回答 便想着和欣然好说话的谭儿商量 可谭儿却表示 自己以嫁为人妇 家里说了算的还是丈夫 谁也不能总扶着恶斗吧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吉吉国王尴尬的脚趾抠地 虽然知道错在自己 但还是死心不改 言语间竟是说他们夫妻背离祖训 不仅将苏氏布行全数关闭 还将他们二房置于水火 然而宁义和谭儿 就仿佛身边没有人一样 对其说的话充耳不闻 还嗅起了恩爱 这样站在旁边的吉吉不知所付 宁义健壮也并未继续为难 而是让他坐下谈起正事 这钱你能不能出 能 当然了 钱我有的是 但不能给你 把话告诉你身后的人 让他亲自来求我 随后 吉吉就真的带着吴启豪 跪在了宁义身后 想让宁义高抬跪手 放他们一马 不仅对自己之前的所作所为 深感抱歉 还表示自己愿意将手里的残私 按原价卖给宁义 可宁义现下手里并不缺残私 不过 看在吉吉是自己的旧哥的面子上 自己还是愿意收购他们一点不平 放到自己不行里当作残私品出手 都已经跟你低头了 你还想让我怎么样 吴启豪 做了错事是要受到惩罚的 你如我娘子 欺我兄弟 我让你乌家破产只是小失成金 你要还是一意孤行 乌家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你比我清楚 无计可施的乌启豪 只能摇尾起连求宁义放的 宁义也大度地接受了道歉 还说自己会购买他们所有的残私 但是只能出一成的价格 乌启豪见此 便抓住宁义的衣角 祈求他能否加一点点价钱 奇迹国王也着急地出声 这做人不能太狠了 宇哥 是你们在求我 我可没比你们 走投无路的乌启豪 无奈之下只能答应 而这一刻 正是宁义等待了很久 乌家正式破产的一刻 本以为乌家再也无翻身之日 和他们的恩怨也该到此结束 可宁义没有想到的是 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 你连弹都拿出来了 孤夜的大风筝你拿出来了吗 在小姐房间呢 这也太明显了吧 要不然 夫人 我那屋也能住人 闭嘴 苏家成为了江宁首富后 宁义的能力也得到了全家的认可 丈母娘无时无刻的显摆 让闺蜜们实在受不了 接着向她炫耀起了孙子们 丈母娘听到这里 也不得不低下头装坐没听见 满心怨气的她 只能回到后屋找自己的女儿算账 你就不能让我在别人面前 长点脸呢 娘啊 您都带了那么多首饰了 还不能在别人面前扬眉吐气啊 我要这些东西干什么用啊 我要抱孙子 孙子 你说你个女婿 每天晚上都在这干什么呀 就怕那算账呀 你们就不能 可还没等话说完 丈母娘的眼睛却瞪大了起来 她急忙上前查看 竟发现床边的帘子后 有一个陡大的窟窿 正好连接着宁义的房间 多年的经验 让她瞬间反应过来 原来唐儿一直没有深运 是因为二人并无夫妻之时 宁义每天晚上连洞都没有钻对 这孙子怎能从天而降 你要急死娘啊 娘娘什么时候能抱上孙子啊 你不能这么对娘啊 你老说我也没用 这种事情 又不是我自己能做主 唐儿话音刚落 丈母娘神情就飞扬起来 女儿既然没有问题 那就是女婿的问题 此时此刻 谁也不能阻止她抱孙子 随后 她竟吩咐人去拆宁义的屋子 只要宁义晚上没有地方住 自然会来到唐儿的房间 小姐 娘都已经这么生气了 我也没办法 拆吧 明白 唐儿表面装作是无奈之举 可清楚自己即将能和宁义远房 心里早就已经乐开了花 紧接着 小缠就用尽浑身力气 将宁义的屋子拆了个细巴烂 就在小缠得意的回去报告时 耿护院却突然回来 地震了 不能了 就这屋地震了 算了 赶紧休休吧 她能和自己丈夫圆房 竟将丈夫的房间拆了个稀巴烂 本以为宁义无处可去 自然会想到自己 可唐儿等来等去 天都黑了许久 也没等到宁义的身影 全砸了 砸了 确定吗 确定 唐儿不放心 便叫丫鬟再去一趟隔壁看看 结果 眼前的景象直接让丫鬟惊呆了 刚刚还被自己砸了狼藉一片的屋子 而今却整整齐齐地恢复原样 无计可失的唐儿 落寞地惆怅起来 他不知为何 和自己的丈夫圆房 本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可怎么在他们之间 竟如此难以进行 就在唐儿不知该怎么办的时候 却看见自己家的下人们 正在取水防火 他思索片刻 又心生一记 随后 唐儿悄悄来到民意住处 将救火的工具 直接扔了出去 小姐把救火的箭筒挪走了 他这么做 万一走水了 他来不及救火呀 箭筒老话 小姐拿走维修去了 他现在拿瓢干什么呀 万一失火 这一瓢能装多少水 小姐心里得有数啊 哦 可紧接着 唐儿竟将瓢也高高扔了出去 那现在把瓢扔了呢 他有数了 这一瓢装不了多少水 得用盆 话音刚落 唐儿又把盆一脚踢开 见他形势诡异 宁丽二人也摸不着头脑 不知唐儿到底要干什么 就在二人继续蒙逼之时 竟看到唐儿将宁丽的房边 扑遍满满的干草 胡言 你是不是得罪小姐了 胡说 小姐一系列的动作 那明显是要烧你的耳房啊 耿护院一语重地 只见唐儿从怀中拿出火影 没有犹豫地扔进草丛里 大火瞬间燃起 看到火势越来越大 唐儿却不怀好意地偷笑起来 随后整理了一下表情 便开始假模假式地大喊救火 来人呐 走水了 快来救火呀 跟我说一事不就完了 谁这么大咒证 小姐这么做 是不是为了和你烧楼远房啊 一场无情的大火 直接将宁丽的屋子烧得面目全非 宁丽也不得不来到唐儿的房间落脚 尴尬地看着 丫鬟提前拿出来的重要物品 你连蛋都拿出来了 姑爷的大风筝也拿出来了吗 在小姐房间呢 这也太明显了吧 看见二人都沉默不已 谁都不肯先提原房的事 丈母娘却是大方地坐了下来 试探地问起 晚上到底怎么睡觉的问题 那姑爷 今晚 要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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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我那屋也能住人 闭嘴 接着丈母娘就开始吹嘘起了宁丽 说是苏家如今的盛况 都是宁丽的功劳 而唐儿是宁丽的妻子 延续香火本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唐儿 你的意思 现下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了 那就只好先 住我这儿吧 看着众人期盼的目光 宁丽也只能尴尬地硬了下来 激动人心的时刻马上来临 唐儿拍了拍床边 宁丽便小心翼翼地坐下 手足无措肩 竟看到旁边摆了一堂糊糊酒 丈母娘也真是的 还把糊糊酒也拿过来 我放的 昨晚睡得好吗 啊 那你今天累吗 身上的伤都好了吧 啊 这个手势 好像代表这次洞钻对了的意思 屋内风情万种洞房花烛 屋外这些人也是没显着 爬上楼顶听人家的声音 就在一夜的风光影以后 宁丽和唐儿的感情 得到了又一次的生活 紧接着二人便要出门渡蜜月 可就是这次远行 差点让他们再也没有回来 随后宁与信心满满地站起 将手里的匕首高高举起 等待通行 看不清 滚 并没有放弃的民意 又一次的将匕首拔开 进一步的展示 再不走 我就放弃了 滚 快滚 没有得到进城允许的紧 只能在城外找了一户人家 先行安住下来 可因为房间不足 宁丽和大聪明只能睡在院子里 就在二人进行睡前扯皮时 进出的树林里 发出阵阵厮杀打斗的声音 听到响动的宁丽 按耐不住好奇的内心 站起身来 干嘛 我跟你去啊 照顾小姐 随后宁与在树林中看到 一群官兵和土匪正在火拼 可由于对方人多势众 官兵力不能及 眼看就要全体团灭的关键事 你谁啊 敢不敢留下你的性命 大丈夫行不更名 做不改姓 将您吴启豪 怎么还不快滚 吴启豪是吧 我记住你 看着土匪们渐渐消失在视野 身旁的官兵也慢慢站起 宁丽这才发现 自己就下的 正是当朝宰相的部下 宁丽赶忙将自己的真实身份告知 那 吴启豪是 那是我情敌的名字 皇帝 真是有仇意吧 危难之际还不忘坑情敌吧 佩服 第二天一早 宁丽带着几人 终于进了临安城 就在他想带着妻子 好好玩玩的时候 坦而却说 这是自己从小长到大的地方 此次前来 是要先去见一位固有 宁丽听罢 便觉得此人和唐儿关系非同小可 也就没有多番阻拦 顾爷 你要不放心的话 再跟上去 谁不放心 谁不放心 我放心得很 老狗 我要告诉你 夫妻之间 最重要的 就是信任和空间 紧接着 宁丽就跟在了唐儿的屁股后面 眼看着他们进了楼市布行 宁丽也在老本口中 泡露出了重要信息 坦而自幼在这里长大 和楼家公子更是青梅竹马 听到这里的泥泥 再也把持不住 直接从人群中通了出来 苏坦儿 相公 你怎么来了 把我支开 若为了上这儿来 他还在里头呢 妈 请老马 出来 相公 你干什么呀 想那些 相公 你要干什么 你甭管 我数三个数 你不出来 我他们就蹦了你 三 二 一 还未等枪响 便看见布连后面露出一绝是美人 原来这就是楼书啊 檀儿的青梅竹马 竟是位女子 愣了半晌后 明毅才发现 自己是误解了檀儿 可还没来得及解释 他手里的枪却偶然走火 打中了旁边一位客人 只见红色液体瞬间低落 一声惨叫后 店里所有的人都吓得跑了出来 随后 明毅便不停地和檀儿道歉 檀儿 今天 确实是我不对 但是 你也没告诉我呀 我哪知道 那掌柜的是个女的呀 脑子里 成年想着些什么东西 明毅说着自己是因为太过在乎 才会打翻了醋檀子 而檀儿将停车位的方法告知他们 也算是互不相欠 明毅话还没说完 就被檀儿反驳说 自己并没有将停车位告诉楼书婉 而是楼楼自己想出来的 不仅这个 其余的分区售卖和制作成衣 也都是楼楼自己的想法 明毅听到这些 瞬间浑身兴奋起来 他开始觉得楼书婉也是穿越而来 明毅为了证实这个想法 竟迫不及待地和他胡言乱语起来 你家YFI密码是多少 林公子 您说 Y什么码 没关系 YFI密码不知道 二维码你总该知道了吧 楼书婉继续摇了摇头 明毅以为对方在和自己装傻充了 便继续试探的 陪我锁机哪儿去了 林立航 一整天奇奇怪怪行为鬼 你要干什么 我想指鱼儿在你的河塘 只为和你守候那皎白月光 不听歌是吧 你给我换一个 今年过年 不收礼呀 不收礼呀 不收礼 不收礼呀 不收礼 手里只收 广告也不看 宫廷玉夜酒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你是不是想说一再八一杯 别忍着 快说 见楼书婉依旧不接话 明毅直接自己唱了下去 此时的坦儿已很是尴尬 他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但宁毅却依旧表演的起迹 只想证明楼书婉也是穿越而来 坦儿健壮 再也忍不住愤怒 别离行 马车很快到达楼家 明毅气呼呼的捂着脸下车 而他不知道的是 他即将遇见自己另一位情敌 麒麟媳妇竟被人强迫灌酒 德云社少班主哪能咽得下这口气 随后宁毅就真的开始倒数 这是他给楼书恒的机会 但很显然 楼公子并不打算借颇下驴 反而得寸进食羞辱宁毅 扬言要打断他的狗腿 话还没说完 宁毅便拘秀 瞬间打落了他的发迹 说 我听着呢 打断我的什么 姑爷 不能怎么事了 没事 教训一条疯狗 楼书晚见状 赶忙上前替哥哥道歉 并希望宁毅能看在自己的情面上 不要计较 此时的宁毅怒火中烧 也不愿再多废话 拉起塔儿就走了出去 就在他们离开不久 楼书横便将怨气发泄于妹妹 对着楼书晚破口大骂不说 还表示要将不行经营权夺回 楼书晚生怕自己的不行有什么差池 便立即开始认错 哥我知道错了 知道错了 明日 你将苏塔儿给我单独跃到东里就 哥 塔儿已经嫁做人妇 你这样做 不好吧 这你去骨骑 哪那么废话 可楼书晚还没等约见塔儿 就在当晚 林安城却被血洗 作乱之人 正是之前宁毅下退的那伙土匪 宁毅清晨出门 只看到尸横便宜的街道 和贼人不断的杀戮 他这才意识到这里即将变成威城 与此同时 宁毅的住处也被贼人闯入 就在塔儿几人被即将发现的关键时刻 老耿横飞一脚 暴力收取了一个人头 可身后的偷袭 让老耿来不及反应 好在及时感觉的女 将贼人一枪爆头 宁毅以为他们暂时安全了 可这时 敲门声却响了起来 谁 宁公子 是我 听到楼书晚的声音 宁毅随即打开了大门 一进门 楼书晚便说起了现状 现在的临安城 几乎全被占领 城里的驻扎官兵 也已经损失惨重 寥寥无几 娄小姐 你还知不知道 有什么可以出城的办法 四个城门都被贼口占领了 毫无出城可能 话音刚落 门外就响起了 阵阵厮杀的声音 宁毅赶忙叫楼书晚进去藏好 随后拿着枪 准备新一轮的搏斗 可还未等交锋 轰隆一声的爆炸 便将门外所有的土匪统一收割 透过门凤 宁毅看到 是之前自己救下的袁将军 袁将军 明老弟 怎么是你呢 进来说话 紧接着 宁毅便开始询问如今出城之际 袁将军表示 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有一条可以通行的水路 得知离开的方式后 宁毅赶忙让大家收拾东西 准备撤离 随即他将秦寺元送的匕首 转交给唐二 让他防身 然而 袁将军却无意间看到了这把匕首 你为何会有这把匕首 这是我离开江宁的时候 一位老友赠送的 敢问 这位老友可是姓秦 正是秦老 令人成密贞司校委员定期 参见指挥师大人 宁毅见状大为震惊 赶忙上前问起原有 原来秦老曾经立下规矩 谁怀揣此把匕首 谁就是密贞司指挥师 可以统领作战 而线下 这把匕首被宁毅所拥有 那宁毅就是他们的统领 令安城危在旦夕 他小奋战不去一盘散杀 袁某 堪轻你留下 率领我等一同夺回令安 袁将军 使不得 使不得 我就是一个小小坠绪 老定 就在二人还在互相争执的时候 天空上出现了土匪的信号弹 这也就是说 接下来 会有大批土匪草扣向这里前进 危在旦夕间 妻子和大义 宁毅又会如何抉择 你们这些人 有没有素质啊 你是何人啊 大丈夫 行不更名 做不改姓 江湖人送外号 血手人徒 话音刚落 土匪们便嘲笑开来 见宁毅虽看起来柔弱 但勇气可加 土匪头子便想招到自己部落里来 可宁毅敢自己之身坐在这里 面对这么一大火贼人 毕士已经做好了准备 他表示这条路 已经全部买好了炸药 只要对方赶上钱 他就立刻点燃 看见这几个鸟了吗 我要是把戏的点了 炸你们一个片甲不留 这粗的我要是点了 那咱都别玩了 同归于尽 土匪哪会真的相信宁毅所说 因为短时间内 根本无法集气这么多炸药 随后土匪头子便下令 上前捉拿宁毅 而宁毅健壮 也毫不犹豫地点燃了戏的隐性 随着一声巨细 上前的几人被直接炸飞 过来啊 你不是不信吗 我看还有哪个不怕死的敢过来 看着命丧当场的小弟 土匪们也不敢再贸然上前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之时 宁毅却不经意点燃了另一个 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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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土 土 土已经糟了 土匪们见状 立刻散开躲了起来 宁毅却淡定地转头 将火把扔下 表情尴尬地大步离去 他知道自己戏眼砸了 那根粗隐性下根本没有炸药 土匪们等待许久 都不见爆炸 才发现自己竟是被宁毅耍了 通过袁将军的帮助 宁毅赶到码头后 准备和众人一起撤离 可偏偏在此时 土匪们追杀了过来 情急之下 袁将军只能携带 谨慎的部下殊死一战 可最终也是寡不敌众 兵力损失殆尽 只剩袁将和其副将 绝望之际 已经撤离的宁毅 却手拿剑弩出现在身后 话音未落 宁毅便将弩剑发射了出去 可方向却不是土匪 而是他们身旁的炸药 一声巨响 火光冲天 土匪们被炸得四散开来 而宁毅也受到波及 直直向后面躺去 宁毅再次醒来时 竟发现自己身处一间豪华别院 对于陌生的地点 宁毅第一反应是 自己又穿越了 赶忙来到镜子前 看看自己精美的面庞 有没有发生改变 你们这些人都这么安眠 照完了没有 照完了就换上衣服 跟我走 随后宁毅就被带到了 一女子面前 毕人刘大彪 上酒萧可情龙 下五五海 和 咋娇 为人 霸气豪爽 位置 蓝心 回眸 大彪实在是看不懂小超 索性一丝 转过身来 我也不跟你废话了 我有一个寨子 四千多个人 但是我不太会管 你愿意当我的军师 帮我管管吗 可宁毅却直接摇了摇头 表示拒绝 自己绝对不会给一个土匪窝干活 要杀要管西听尊便 可大彪却说 从昨晚宁毅进到这里开始 他就不再属于他自己 当不当这个军师 也不是他能决定的 希望宁毅不要不识抬举 宁毅不屑一笑 想要继续开口 可身边的彪形大汉立马将他包围 宁毅健壮 想着好汉不吃眼前亏 话风一转立即应下 虽然成为了寨子里的军师 可宁毅的一行一动都被人监视 不管何时何地 身后都被一群人跟着 你们叫什么 杀人偿命 这得多不会起名字的人 能起这名啊 你们怎么不叫欠债还钱呢 欠债还钱四位兄弟在那边了 他们还不如你们 随后宁毅便想去毛测方便一下 可刚刚站起身来 几人又围了上来 就算是上茅房 这几位也必须寸步不离 几位大哥 天色也不早了 快回去休息吧 统领让我们时时刻刻盯着你 我都要睡觉了 你睡你的 我们看着你睡 明意见几人纹丝不动 丝毫没有离开的意思 便想出了一个主意对付他们 他表示自己是部落的军师 自然是可以对他们施以号令 你叫阿沙是吧 阿沙 明日 清理厕所 阿仁 打扫粪坑 阿长 收拾马粪 阿命 把全霸刀营所有人的袜子洗一遍 听到如此号令 杀人偿命 四人只好无奈就反 坐到了一定距离外的椅子上 虽然明意还在监视之下 但至少让他有空间 制定自己的逃跑计划 夜里 明意看着对面四人 赌钱赌得不亦乐乎 便又心生一计 为了取得信任 明意假装要加入赌局 众人皆是心喜 以为明意是自投罗网 可片刻之后 明意却将桌上的银两全部搜刮 收入囊中 紧接着 明意又开始了心理战 说自己看着几人着实是辛苦 于心不忍 随后将赢得的赢钱都如数奉还 还想玩吧 你们这巡逻的 还有几个兄弟 五六个 脚上一块 玩一把 待所有巡逻的土匪 全部汇集到房间之后 明意便开始大显身手 将自己的手法全都展示了一点 还给他们疯狂灌酒 几个时辰后 明意独身站起 身后已是不省人事的土匪们 显然此时正是逃跑的绝佳时机 你们都躺好了 那我就回家了 可明意摆秘一书的是 自己并不了解寨子的地形路径 逃跑时根本不知道哪是哪 绕来绕去的 竟直接误入了负债主的房间里 好你个吴启豪 你连我的主意都敢打 我可是你主公 你是个大银子 我让你好久了 我不是吴启豪啊 什么银子 我没打你的主意 你快点下来 你给我把胳膊接着 太成立 下手怎么这么黑啊 明意自从进了土匪窝后 一直绞尽脑汁的想着逃跑 大彪听到宁毅逃跑的消息后 直接将四十米的大刀 摁在了他的面前 宁毅却表示 自己只是在文书里 发现了寨子的一些问题 想着自己亲自去视察看看 倒是樊兄啊 你要没有陈统领跟这搅和 可能我早把文书批完了 宁毅三言两语 就将自己撇得一干二净 大彪看完宁毅手里的文书 也不再过多怀疑 转头就责备起了二当家 而陈樊则是一脸懵逼 刚人家说的话你没听不见 一针见血的指出我们多少问题 大彪二两中的智商 全都被体现得淋漓禁止 他还不清楚的是 自己连宁毅的真实身份都不知道 对他的了解 也仅仅是上次在树林里 宁毅爆出来的名号 他叫吴启豪 在进城之前 我们有过一面之缘 大彪自信满满地将手下叫出 报告起他们查到的信息 吴启豪虽然是个富二代 可品行不端口碑极差 重点是他是个卑鄙龌龊的淫贼 听到这里的大彪 直接惊掉了下巴 自己千方百计拐道的军师 竟是如此无耻之人 与此同时 宁毅终于找到了寨子的大门 他看着离虫或自有 只有一步之遥的大门 直直向前走去 可门口的两位门神 怎么可能轻易放行 宁毅询问后才得知 只有大彪的令牌 才可以随意出入大门 因真 就在宁毅偷拿令牌之时 本来就以为宁毅是个色狼的大彪 直接给了宁毅一记重击 我的胳膊是蛇了吗 刘大彪 刘大彪 你这也太彪了吧你 而大彪还自认为 站在面前的是 乌启豪那个英贼 他刚刚一切的行为 都是对自己图谋不轨 无论宁毅怎么解释 大彪都认定 他就是想打自己主意 我没打你的主意 你快点下来 你给我把胳膊接着 太成立 下手怎么这么黑啊 可二人还没对峙完 大彪脚下却一松 竟直直地掉落在了宁毅身上 宁毅还在发愣的当下 大彪的拳头 已经接二连三地 打在了他的身上 你还说你不是人家 我打死你 可宁毅刚被打了个半死 陈凡却将他的真实身份 查了出来 我调查过了 他不是武器好 好像叫什么宁毅 来自江宁城 听到如此消息的大彪 也终于意识到 自己是误会了宁毅 下手中了血 赶紧让人将宁毅的 胳膊和腿接好 真是土匪啊 问都不问 上来就揍 好歹我也是军师吧 我多少对你还有点用吧 就这么对我 这哪天我要是没用了 你还不得泄墨杀驴的 把我做成驴肉火 然后啊 大彪自知自己打错了人 差点让宁毅断子绝孙 便端起茶杯 强味到了他的嘴里 就算你不是乌启豪 也不是什么银贼 那你没事套我腰牌干什么 我想跑 行吧 哥你 一觉醒来 旁边人拿着八把大刀 对你脖子 你不好好干事就愣死你 你跑不跑啊 宁毅声嘶力竭的哭诉 也让大彪心里心生愧疚 直接将腰牌给了宁毅 见自己可以凭借此腰牌随意进出 宁毅眼睛都开始泛起自由的绿光 随后 宁毅便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在城里逢人就炫耀 终于来到大门前 本以为可以畅通无阻 可谁知依旧被几人拦下 没看见这是大彪统领的令牌 还不快放我初营 统领说过 我们可以给你最大的方便 但是 不包括初营 有心瓜 你玩我 看时辰 也该吃饭吧 先吃饭吧 吃完赶紧回来啊 继续干活 军师 你不一块吃点啊 一起吃点呗 不去了 城墙 一日修缮不好 军师 就一日没有心思吃饭 见所有人离开 宁毅便开始了逃跑大计 他先将绳子绑在自己身上 然后利用绳索滑道 慢慢将自己向城墙外降落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 皮蛋男团此时出现 他们这辈子的智商 都用在了此刻 经过我们这么多天的观察 我们终于等到了 这个千载难忘的机会 他们都去吃饭了 城墙上没人 所以我们今天 要接住这根绳子 投出生天 紧接着 几人便开始用力滑动绳索 想要将绳子拽上来 和自由只差一步之遥的宁毅 就这样被这几个傻蛋又拽了上来 看清拉绳索的几人后 宁毅也是一脸懵逼 我们怎么在这儿啊 一言难尽 说来话长啊 我们被贼寇追赶 结果冯元这个废物 他肚子一想 我们就暴露了 要是没有我 你们早就被派军杀光了 看着几人还在争辩 无用的是非 宁毅赶紧表示 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 大家需要先快速离开阵队 哎 弟兄 时间紧迫 我跟你一块下去 郑辰静在自己即将逃离的二人 哪曾想只降到一半 就被拉了回去 宁毅不断地提醒 绳子拉反了 可最终还是被送了回来 眼看自己的逃跑 被陈凡抓了现行 宁毅只能尴尬地笑了笑 随后宁毅又被拎到了大镖的根情 他自然是不能承认自己是逃跑失败 于是谎称 自己只不过是在监督城墙修补 而且顺便抓了几个逃犯 三言两语间 还将功期延后的事情赖到了陈凡头上 这样不出光 我这军师看来也没什么权利 我也不想干了 您另请高明 我看您不是挺信任陈凡的吗 让他当军师就得了 我不干了 听到宁毅如此巧言善变倒打一耙 陈凡气得连话都说不完一句 二人争吵不休 大镖也只好将杀人偿命四人叫来 问起情况 军师今日可曾逃跑 没有 宁毅是独休城墙尽心尽力 不但身先士卒还让我们几个先吃午饭 自己现在还饿着肚子呢 军师让我帮他带的黑米馒头 一直都没时间吃 听到这里的宁毅 连忙摆摆手 然后装作体力不支 直接晕了过去 我这不用管了 这厨房我收拾好了 我也回去睡觉 如果给你等门吗 不行我把门锁着 大镖要带众人出营办事 可宁毅接二连三的逃跑 还有三番五次的给陈凡扣屎盆子 使得陈凡心生怒气不说 还更加谨慎了起来 不再给宁毅一丁点逃跑的机会 我这人不识斗 别跟我吓闹 喜欢抱柱子 凡兄 你这干嘛 你不至于吧 对不住 你要是跑了 谁也担待不及 无论宁毅怎样花言巧语 陈凡都不再上当 还竟然用自己的袜子 掳上了宁毅的嘴 之后便带领一众小弟 扬长而去 宁毅几次尝试挣脱 都徒劳无功 就在准备放弃之时 他突然想到了靴子里的匕首 割断绳子后 宁毅跑出房门 意外地发现 此时的霸道引领 净空无一人 从天而降的机会 宁毅不可能不抓住 随后 宁毅便偷偷地进入大牢 想要将皮弹男团一同带走 可谁知 皮弹男团脑子又一次卡机 直接关紧牢笼 还让宁毅赶紧滚蛋 你干嘛呀 我干嘛 你现在是别人军师了 你这个卖有求容的叛徒 宁毅只能开始解释 自己是权宜之计 不然大家谁都出不去 几人只能半信半疑地表示 我姑且在相信你这一次 你要再骗我 绕不了你 快走吧 可话音刚落 他们就看到迎面而来的杀人长命 停在了他们面前 迟迟地看着他们 宁毅一眼睛一转 你这辆 你这辆子 要不是被我发现还真让你溜了 愣干什么 他们要逃跑 还敢跑 你没有跑 没有跑 他会有 臭小子 我跟你不动 在家里 紧接着 宁毅便看着自己的几个小弟 被狠狠地暴打了 你跑 故障 情急之下 宁毅也是别无他法 不认直视的他 只能默默地离开监牢 可刚回住处 却又被陈凡给五花大绑了起来 看到了 我都把他绑成那样 还能隔开 咱们的大军师 长能耐 我看你们才是长得待了的 今天上午 刚和报完汉的手下发生了冲破 晚上还真敢去抢梁啊 人家能没有防备吗 带着那几个人愣头可脑的 踹开大门就问李初 还走的是正门 我都服了 那林安城真是你们几个打下来的吗 紧接着 宁毅就开始诉说 自己割开绳子 仅仅是因为担心大家的安危 万一大镖真的有什么危险 那自己也将会任人宰割性命不保 所以他是想去救大家 还要是真把主公弄个三长两短的 我可怎么办啊 我说不过你 那你去哪了 我可是听说你去了监狱 你还好意思说 你愿说这我愿生气 宁毅又开始讲 自己是如何抓住几个逃犯 还控诉了陈凡 是他监管不当 才会有犯人越狱的事情发生 如果不是他及时赶到 那囚犯早已经逃之夭夭 我不信 你问他 你问杀日常病 是不是这有这事 没事 是 大镖见状 也相信了宁毅的说辞 就立马让人将他松绑 之后便说起鲍文汉把持着粮仓 让百姓无饭可吃 问起众人是否有办法应对 见宁毅如此信誓旦旦 大镖瞬间站起 直接答应了他的所有条件 还将营内所有人员 都派给他拆遣 次日一早 宁毅见着站在面前的所有人员 开始面色泛难 这些人虽都体态健硕骁勇善战 但这次酬粮并不是去抢 况且 这也太乍眼了吧 就差把我是土匪鞋脸上了 官兵没个认不出来 到时候刚一出山门 直接让人发办了 大镖听着言之有理 思索片刻 便让宁毅自己去寻一些人 可令人意外的是 他竟找了一些老弱病残 毫无战斗能力的人来 宁毅解释道 虽然这些人看起来手无腹肌之力 但此次出城酬粮 却是一等一的上上人选 所以官兵只会想救济他们 恨不得给他们些粮食 根本就不会和你们霸道营的土匪 英雄豪杰 联系不得意 老里头啊 还有四个高矮胖瘦 形象各异的傻子 我觉得也很适合这个行动 回头 把他们一块也带着啊 是 大镖对宁毅的计策深感怀疑 可是到如今 也别无他法 宁毅见自己马上就能获得自由 心里也是无比激动 可陈凡突然出现 说要和宁毅一同前往 宁毅虽然是心里不悦 但也没有理由拒绝 只能先无奈应下 反正我是不会再相信你这个畜生 我们今天要是死在你手里 变成厉鬼 我也不放过你 什么叫死啊 咱们是生 宁毅将自己如何借酬粮之事出城 还有怎样逃跑的计划 告知给了几位小弟 可因为宁毅 而遭受了几次毒打的几人 线下根本就不再相信你 放屁 出城拉粮 你还带一帮老弱病残呢 啊 我带一帮土匪流氓 你们跑得了吗 这畜生说的有点道理啊 这畜生哪次说的没有道理 要不咱们再信这个畜生最后一回 在宁毅百般解释下 几人也终于同意 再信他一次 随后 宁毅便将逃跑计划全盘拖出 让几人配合自己 第一步 就是先解决了陈凡这个根屁虫 随后小皮蛋就开始胡编乱造 说宁毅是隐世高人 不仅神通广大 还会看向算命 紧接着装作一副虔诚的姿态 直接叩拜了起来 表示想知道自己何时能有子次 希望宁毅给算上一算 二人一段神乎其神的表演 换来了陈凡一顿嘲讽 嘴上说着 宁毅肯定是个江湖骗子 可却叫来了另外一人 让其写下生平经历 叫宁毅掐指算出来 随后宁毅便装模作样的皱起眉头 你姓逢名媛自闻权 本是那五都城中一介药商 只因你八岁那年 你的父亲沾染上了毒瘾之处 家道中落 你的母亲无可奈何 带着你前往江宁寻找你的旧父 怎又被那追在人盯上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你的左胸上 还有追障人用烙铁烙下的疤痕 陈凡撕开皮蛋小弟的衣裳 看着疤痕就在眼前 这一番骚操作 让他不得不开始怀疑 宁毅是否有通天的本事 看着几人俯手作医的表演 陈凡也开始询问起来 命高人是吧 也指点指点我啊 此女子不仅出身于大户人家 更是精通琴棋书画 大家闺秀嘛 自然是温文而雅 慧之兰心 陈凡问起姻缘 可宁毅所说的女子特征 和大标师一点也对不上 心中难免泛起一阵失落 高人 我这孽缘 有没有什么破解之法 可就在陈凡吃完这包破解之药不久 竟直挺挺的昏迷在地 不省人事 宁毅放倒了这个唯一的麻烦后 便带着皮蛋男团跑了出来 就在几人以为已经逃出生天的时候 路边突然涌现了大批难民 询问才知 这些难民都是临安城里百姓的家人 自从土匪劫持的临安城 他们便和家人失去了联系 已经数月有余 他们将仅存的粮食交给宁毅 希望他能代为转交给自己的家人 可宁毅如今自身难保 无奈之下只能拒绝 你还可怜的样子 但宁毅再也很不下心 思索片刻后宁毅表示 他会带着所有人回到临安城 但需要大家配合自己 先拿到五百单粮食 紧接着他便带着所有难民 出现在了府衙门前 张口就是索要大批粮食 你那粮库里没有 你可以出去挨家挨户的药 具体怎么药我不管 反正天亮之前 我要看见五百单粮食 就马在那个岔路口的破屋门前 县令见一个衣衫褴褛的难民 竟然指挥起自己 便怒气冲冲的表示 别说县衙没有这么多粮食 就算有的话 又凭什么给他 就凭这个 这个 好事啊 而宁毅拿出的宰相匕首 县令根本就没认出来 还以为宁毅是要打劫 直接让人把宁毅给拿下了 你好好看看这是什么 好呢 一把再普通不过的暗器呀 不是暗器 那是秦四园秦大人的匕首 可县令这个九品芝麻官 怎么可能会认识当朝宰相 就在要将宁毅正法师 一旁见多识广的师爷 却偷偷地将秦四园的身份告知 小县令直接下岛在地 随后就赶忙凑了五百单粮食送他们走 就在众人高高兴兴地拿着粮食返程时 昏睡许久的陈凡 终于睁开了眼睛 见宁毅并没有趁机逃跑 还将大批粮食押韵 郭麒麟不说相声 改行卖起了大米 而且还是天价大米 十五两银子一斗 相当于现在的两千块一斤 然而就算是如此高昂的价格 摊位前的顾客也是络绎不绝 就怕买不到粮 可同样卖粮的鲍文汉这边 不仅连个鸟都没有 存货还越来越少 一袋粮食没卖出去 怎么还少了十几袋啊 才十天 全营就吃了几千斤粮食 你都看到了 这根本没人来 不吃放坏了 怎么不吃屠子 可话音刚落 小弟就急忙赶来 说起了生意不景气的缘由 不好了 霸头营正在公开卖粮 什么 他们也卖粮 随着小弟爆出的价格和情况 鲍文汉吃惊他们买卖如此好 思索片刻 他决定将粮食价格降低为十二两 宁义他们看着顾客突然消失 就知道肯定是鲍文汉那边赶了价格 听说那边可降价了 那我们也降价了 粮食一斗十两 咱们也降 八两 还好对 别着急 五两一斗 你带回去 四两 三两一斗 开枪 你俩罢啊 宁义看计划已大致完成了 便把自己的粮食直接降到了一文一斗 听到这个消息 鲍文汉很是愤怒 本是想借粮食大赚一笔 可如今落得这般境地 暴怒之下 他拎起大刀就找到了宁义 宁义 胆子不小啊 敢在霸刀营公然卖粮 鲍同梁 是不是您这宣威营粮食太多了 您吃饱撑着吧 您什么时候看见我卖粮 你还想狡辩吗 我狡辩 您有证据吗 随后 宁义便将摊位前的麻袋打开 里面竟是木屑和沙士 早就算计好鲍文汉会来找茬 所以他提前便让人将麻袋换掉 见鲍文汉无话可说 宁义也开始了输出 您不能什么钱都想赚吧 过一辆车 拉着大份也得拦下来尝尝闲袋啊 不至于啊 那么多的粮食才卖了几千两 您是不是出家了 慈悲为怀啊 宁义更是拿出了锦旗 说着让他继续努力 鲍文汉被嘲讽许久 早已耐不住性子 怒气冲冲地挥起大刀就要砍下 宁义却在此时 直接拿起枪口对准他的脑 报道 这次是你挑事在行 你要再往前走一步 别怪我可喷你 话音刚落 便看着大镖带着一群小弟 冲了出来 认清形势的鲍文汉 无奈之下 只能强忍怒气地放下了大刀 带人离开 是大美女 竟要自逆身亡 关键时刻 郭麒麟出手相救 随着一阵心肺复苏 楼书婉也终于睁开了眼睛 数日不见 宁义询问起楼书婉此番缘由 才得知 他竟是因父兄的逼迫才走到这步 当日 土匪们占领了临安城后 对城内富商大肆抢掠 楼家当然也不例外 不仅家产尽失 连店铺也没能幸运 一无所有的楼书婉走在街上 竟被土匪头子给看上了 得知此消息的楼书恒 便想将妹妹嫁给土匪 换取楼家安宁 楼书婉自然是不愿 转身就要离开 回来 还不明白吗 你现在是咱们家唯一的希望 只要你肯投身报答统领 我和爹尚有一线生机 要不然的话 全家就等着被杀头了 你放屁 爹 我都是为了这个家 爹 你给我滚 看到老爹的一番操作 楼书婉以为他是良心发现 这次竟没有和哥哥沆瀟一气 心存感激的他 出门将自己紧剩的簪子点当 换取了馒头 可就在他想将食物给老爹时 却听到了二人合谋 将自己强行送嫁的事情 这些年 我忌惮他破善经营这个摇权术 还留他在此处 否则 早将他逐出嫁门了 心如死灰的楼书婉 再也没有什么可以留恋 便想要投合自己 被救之后的他回到家中 想起了宁毅说的话 你连生死都能觉得 怎么会没得选 不想忍就别人 什么世俗 规章教条 去他的吧 随即 楼书婉便放火 将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信仰烧掉 让从前的自己也随着大火而去 楼书婉穿上黑衣 妖娃五妹 彻底黑化 还主动将自己送给了鲍文汉 而另一边 宁毅就在逃跑即将成功之时 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她慌忙赶回 心想谭儿也许就在身边 看见小缠的宁毅喜悠参半 原来那日几人分开后 谭儿并没有独自离开 而是因为担心宁毅 几人又返回临安 寻找宁毅的下落 可找寻多日 却不见宁毅一丝踪迹 终于有一天 小姐 我看见姑爷了 他在哪 他在街上卖粮 就在耿护院带着谭儿来寻宁毅的时候 却突然出现几人 将谭儿打晕并如走 耿护院发现后立刻追赶 可终归是寡不敌众 被贼人一棒子消晕 从此 谭儿就再也没有了消息 老高 那你还记得 是什么样的人拐走了谭儿吗 不太记得 但是我们俩交手的时候 我用匕首 划伤了他的右手手臂 这么短的时间内 他应该不会痊愈 宁毅深知 耿护院的身手并不差 能与他站了几个回合 表示对方肯定不是 普通人贩子那么简单 他随即回到了土匪窝 想借大镖之手找到谭儿 而此时的大镖以为宁毅逃跑 已经怒气冲冲的找了他许久 你们一直在营里 一直在啊 昨天喝太多了 你们完事就回来了 这会儿跟着喝茶醒酒的吧 看宁毅并会逃跑 大镖也就放心下来 随后宁毅便带着耿护院来到大牢 想看看谭儿是不是被土匪掳了过来 可搜遍了整个牢内 都没看到谭儿的身影 那就是说 他被别的营的人掳走了 走 跟我去交场 宁毅找到陈凡 说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随后便让老耿在营里找一找 看看有没有胳膊上带伤的人 可找了半天 都是查无辞 敢问宁毅 孙夫人 可是个大美人 嗯 若是嫂子长得很美 又流亡在外 那极有可能 被鲍文汉那死盯上了 你也知道 他天生就是个好色之徒 陈凡的一番说辞 也让宁毅有了新思路 说不定谭儿就在鲍文汉的宣威营里 为了谭儿 宁毅也决定冒险一事 主公 请您念在宁毅为您立了不少功劳 而且也没求您办过什么事 这一次 您一定答应我办这场百官宴 你办这个宴席 是不是为了找你夫人 是 宁毅的一番话 让大彪心里五味杂陈 可最终 还是将文书替他递给了方天雷 鲍文汉得到消息后 直接拒绝了赴宴 可大彪知道 这场宴席中 宁毅的主要目标就是鲍文汉 思虑在三后 便主动提出了 要和鲍文汉和解 我提一办这个百官宴 为的 就是能够跟鲍通里 化干戈为玉棉 是化干戈为玉帛 不重要 反正就是讲和 休战 你到底来不来 他二人终于有和好的迹象 方天雷也敢忙出面表示 大家都是自家兄弟 还是要以和睦为主 强制要求鲍文汉必须出席 看老大都发话了 鲍文汉也只能无奈硬了下来 百官宴终于在宁毅的期盼下 如期举行 为了尽快找出拐走他儿的人 他和老耿站在近口 让每一个进场的人都签字留名 然后再和每个人握手之时 用力握一下对方的右手臂 可眼见人都进来了大半 也没有找出胳膊带伤的人 就在这时 鲍文汉带着宣威迎走过来 鲍通领 请你在锦旗之上提名 这儿去 您 要是不签名 可入不了席啊 宁毅本来就与鲍文汉有过程 这一次 更是对宁毅的话置若罔能 就在二人马上陷入僵局之时 方天雷却及时赶到 这又怎么了 圣公 宁君是提请此宴 但是我看他这样子 像是不欢迎我们选美 既然如此 那不如我们就先撤了 眼看鲍文汉想借骨离开 宁毅赶忙将姿态放低 当着众人的面 俯首作医 对于之前的事向他道歉 只要他肯留下 今后宁毅见他都绕着道走 见宁毅如此说辞 鲍文汉也就得意的入了场 随后 鲍文汉小弟便将一大坛子酒 摆在了宁毅的面前 宁君是 我不用你三百九寇的给我道歉 只要你同我宣文荣的弟兄们 都喝上一操 把那坛酒给我干了 咱俩的梁子 自然就没了 宁毅并未搭话 大彪就自作主张将酒分发给小弟 鲍文汉健壮 直接表示 宁毅今日若是不喝完这坛酒 那他立刻带着宣威营离开 见机会就在眼前 宁毅自然是不想放弃 他答应了鲍文汉 随即借着喝酒的理由 来到鲍文汉的面前 直接握向了他的右手臂 看他神情没有任何变化 显然那个掳走塔儿的人 并不是他 一场宴席下来 宁毅游走在宣威营的小弟中间 利用各种机会 试探着每一个人的右手臂 喝酒已喝了大半 宁毅显然已经支撑不住 麒麟为了最爱的女人 即使喝酒喝到未出血 也还是没有放弃找寻她的机会 她和每一个人推杯换着 借过试探他们的手臂 就算已经喝到快步行人士 却还是没有找到那个右手臂带伤的人 鲍文 我的军师喝成这样 你可解了气 好 那个兄弟 好酒量啊 咱们今天就到此为止 你我的账 了了 王金 石宝 抚慰一下军师啊 然而就是这最后一服 宁毅终于找到了面带端倪的人 她凭借最后一丝意识 记住了此人的样貌 随即直接晕了过去 次日一早 宁毅便直接派人 将凶手捉拿到面前 虽还未醒酒 但她要尽快找到塔儿的去处 你将此女子掳去了何处 此女的谁啊 不认识 看此人并未意识到事情的严重 宁毅直接一刀插进了她的肚子 看情况不简单 此人也终于将事情盗出 她本意是要将塔儿掳走 交给主公 但中途有人出了高价 她便将人卖了出去 可到底是谁买了塔儿 她也并不知道 费尽千辛万苦的线索 就此中断了 宁毅垂头丧气地走在街上 脑海里回忆出和塔儿的点点滴滴 之前二人甜蜜的时光 如今都化为了泡影 就在宁毅绝望之际 却突然发现 雨水打落在了衣服上 而布料却是防水布 这种布料 只有自己和塔儿知道制作方法 她立即回到住处 向各处询问 此布料是何处购买 与此同时 失踪多日的塔儿 却在楼市布行出现 你不要胡来 欧瘦瘦 你要干什么 欧瘦瘦 你不要胡来 你放开我 干什么 塔儿 我能这一刻 疼了好久 欧瘦瘦 你不要胡来 你放开我 干什么 你的坠絮 早就死了 塔儿 我能这一刻 疼了好久 就在塔儿即将要被 楼书恒玷污之时 宁毅终于在最后一刻赶到 看到楼书恒正要欲行不轨 她上前一把将人甩出 而此时的塔儿 因为精神受到重创 已经面如死灰 宁毅见此 回过头两眼通红地 怒视着楼书恒 而看清了来人的样貌后 楼书恒也惊吓得 想把腿就跑 宁毅随即拿出火冲 丝毫没有犹豫 她的腿上 楼书恒滚下楼梯 发出阵阵惨叫 紧接着 宁毅继续将枪弹上膛 你 有了我你 我对不起 有了我 你 将楼书恒的两条腿 全部击穿后 宁毅并没有善罢甘休 而是继续将她的手臂 此时的楼书恒 依然动弹不得 也清楚地明白了自己的结局 你 你走过去都不会放过你 小龙 我 对我让会的 我再也不敢了 你 我再也不敢了 我 楼书恒 我要你狗 随着一声枪响 楼书恒也直接被抱了狗头 就在这时 楼书恒的老爹姗姗来迟 在看到自己儿子的尸体后 拔出短刀便要和宁毅同归于尽 可还没有近身 就被宁毅的人一刀KO 之后宁毅背着贪软的塔 走在无人的街上 好不容易见到相公的塔 也在这一刻 发泄出了所有情绪 我一直在找你 你怎么才来啊 你回家 看到谭儿伤痕累累的回来 耿护院激动的跪在二人面前 姑爷 都说我不好 我把小姐弄丢了 都怪我 我以后一定要活出兵来 保护小姐和姑爷 以后一定策步不离 起来吧 久别重逢的二人 眼含热泪的望着彼此 想更亲密的拥有对方时 身边的电灯泡却窥然不动 老高 小姐这边我来照顾 你回去休息吧 不 我要寸步不离地 保护小姐和姑爷 天黑呢 你该睡觉了 没事 我不昏 我们俩困了 需要睡觉 出去 诶 二人终于没有旁人打扰 可以继续甜蜜起来 经历这一遭后 宁毅也决定暂时 在临安安稳下来 驾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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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 我您 你搞 我奉了一件大事 诶 放下放下放下 你不让马上回来 前往 忘了忘了 这种事还能忘啊 这不来了吗 原来当日听说临安城有难 几几国王和二叔 便借着救人的说辞 前往临安 目的是看宁毅己人 到底是死是活 可路上被人抢走了马车 进城之后又被土匪抓住 正在土匪营里做苦力时 却意外碰见了耿护院 听完二人一系列遭遇后 耿护院将他们带到后门处 并表示 等夜深地带他们出去 可二人一直等到天亮 没有看见耿护院返回 反而被巡视的土匪发现 直接当作逃犯被一顿暴打 二叔 大哥 你们怎么来了 看到坦儿的二人 直接冲到他面前 抱着坦儿的大头 就开始痛哭流涕 随后坦儿便问起了原由 二叔 这临安封城 贼寇把守 你们不是在江宁吗 怎么跑这来了 二人便表示 他们是主动来救坦儿的 本来是想在中途拦截他们 可哪知 他们在耿护院那里找到的地图 根本就不对 见几人齐刷刷地探向自己 耿护院也只能装作 什么都没发生的样子 随后二人还将这一路的遭遇 添油加粗地说了出来 尤其是自己的马车 被一个女贼抢走 才导致他们的苦难遭遇 看陆红提被二人认了出来 宁毅立马上前阻止 并表示说他们认错了人 此人是自己的姐姐 从小娇弱无力 怎么可能是飞贼 随后让陆红提赶紧退下 可吉祭国王却认为自己没有认错 他看着陆红提的背影 岳家肯定地觉得 他就是那个女飞贼 就在这时 陆红提回眸一笑 紧接着直接飞上了天 大哥这是怎么了 怎么了这是怎么了 什么风啊 人 人都没有 就是饿的 饿点没有 老鼠不能飞的 飞的叫蝙蝠 你看 宁毅被困在土匪窝里这么久 也终于等来了回家的日子 和众人告别之后 二叔和吉祭国王先走一步 驾着马车刚出城门 却觉得好像有哪里不对劲 艳阳高照 城门外却一个人影都见不到 就在二人还没搞清楚状况的时候 远处密密麻麻的见从天而落 你快跑 跑在二人反应及时 躲在了马车之后 这才没有当场避命 随后趁着对面发射空荡之时 连忙跑回了城内 直到晚上 陈凡才收到消息 林安城已经被叛军包围 所有出口都被堵住 谁都不可能再从城内出去 您一听罢 也只能将众人带回罢刀营 就在您一想要找寻其他办法时 却收到了秦四元的飞鸽 就是我收到了 我都明白了 回信呢我也懒得写了 你回去转告给他 我就想带着我老婆回江陵 有错吗 什么秘真思 什么这个那个都是你秦四元的事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愤怒上头的宁毅 把秦四元的匕首远远抛开 还和鸽子说 以后他不会再管这些破事 可鸽子哪能听懂他说的话 行 真有你 不久之前 为了夺回临安 宁毅带着朝廷历历派来的人员 准备趁夜偷袭土匪窝的火药库 可火药库前 重兵把守 想要潜入是南上加南 一刻时辰过去了三队 预计周围守卫有五十余人 想想办法 不用 等人看吧 随后宁毅便叫人 在火药库的后山上放了一把火 看着熊熊燃起的大火 土匪们抱头鼠窜 乱成一团 见十击一到 宁毅便带着众人开始突袭 到达火药库后 却让众人愣在当下 坏了 就埋伏了 众人反应过来中了圈套 便立马想要离开 可刚走到门口 便看到鲍文汉带领大批小弟 将他们包围 早料到你们会来抢火药库 一个口口都不要留 杀 鲍文汉话音刚落 双方便开始火拼起来 就在宁毅拿出火冲开火时 鲍文汉却通过火冲 认出了宁毅 随着宁毅的暴露 朝廷将领想要将他快速送走 就在宁毅的快马突出重围时 鲍文汉却追了上来 他将长刀甩出 直中马腿 宁毅直接从马上跌落 鲍文汉撕下他的面纱 看老耿处在下方 宁毅拿出匕首 直直插入了鲍文汉的身后 就在鲍文汉转头 要将宁毅置之死地之时 老耿却起身将其撞飞 随后扶起宁毅 想要赶快逃离 眼看鲍文汉直奔鲍 可以奄奄一息的老耿 却死死地抱住他的腿 宁毅急忙捡起地上的火冲 背后的老耿不停地受到暴击 可却一直没有松开 气急败坏的鲍文汉 举起长刀 直直刺了下去 老耿也彻底结束了生命 最后关头 宁毅终于安装好 好火充 对准暴文汉的脑袋 没有丝毫犹豫 一枪爆头 老耿 老耿 耿 郭麒麟失声痛哭 不停地呼喊着老耿回来 可地上的人 却再也无法醒过来 此时的名义也历世 要让所有人给老耿陪葬 老耿 不能和咱们一起回家 苏家护愿耿直 故为我苏家 十年有余 我苏家有幸 得你一生相护 你说你 像仗剑四方 游历天涯 重新往后 你便不用再担心我们 安心地去吧 众人离去后 宁毅拿出老耿写的自传 老耿曾经 不甘自己一身 尾于荒野 于是独自一人来到江宁 遇到自己心爱的姑娘 可紧紧一眼 老耿便知自己 不能耽误家人 之后老耿拼命地找寻工作 本想去做赚快钱的标诗 可却因拿不出钱打点 最后来到苏家做了护院 几十年如一日 细心守护着苏家的平安 但在闲暇时 他从未放弃寻找 杨姑娘的下落 在老耿的不懈寻找下 老耿终于找到了心爱的姑娘 可这已是九年后的在相遇 九年失望 本足以消磨一个人内心的爱恋 但他不甘心 他知道 自己和杨秀红 只是云云众生中最普通的百姓 但为了杨姑娘 他还是想努力试一试 之后老耿拼命攒钱 只是享有朝一日 能娶到杨妈妈 可每月的银钱 只是杯水车薪 她跟随宁义 想要让她教自己如何赚钱 没想到宁义真的带着她一起 原来宁义早就看穿一切 为了早日让老耿实现梦想 他直接让老耿做了逐迹分店的店长 那一夜 他彻夜难眠 得欲贵人 他更努力一些 赚到足够的钱 也许有朝一日 就可以走到杨姑娘面前 告诉她自己 娶她为妻 给她幸福 最重要 没有写完的结局 成为了老耿一生的遗憾 也成了宁义一生的遗憾 这林安的雨也太多了些 又下场 是 这雨也来得太快了 一场大雨 也终于让宁义等到了 收复林安的最佳时机 她连通朝廷 理应外合 先是让城门处无人看守 紧接着 大军殿破门而入 十万官兵直奔城内 可就在雨水停下之后 土匪们才收到消息 各处城门已经失守 全都已经被朝廷占领 既然他们想于死网破 成全他们 召集所有人马去火药库基建 是 你去找希望 无论如何送到主张 师父 快走 可众人来到火药库才发现 火药已全被暴雨淋湿 防顶布之河时 被捅出了窟窿 箱子里所有的火药 全都不能再使用 还未等响出对策 大军已将他们重重包围 见此情况 方天雷也想着雨死往过 双方进行激烈的打拼 可终究是实力悬殊 土匪们很快败下阵来 而与此同时 明毅则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 将所有霸刀营的人 都送到了城外 你是密针死的人 对吗 对 回来 明毅表示 自己确实是骗了大镖 但自己想帮这帮兄弟是真的 他对大家的感情也是真的 战争中总会有牺牲品 但是他不希望是他们 可是为什么是你啊 为什么你要骗我 为什么你是密针死的人啊 我爹就是密针死的人孩子的 我要报仇 我要帮他报仇啊 宁毅 最终的结局 还是宁毅赴了他 每一次遭遇危险的时刻 他第一反应就是保全宁毅 就算自己喜欢宁毅 也没有去破坏宁毅的家庭 终是二人有缘无分 无法成为彼此陪伴一生的人 宁毅终于带着所有的家人 平安地回到了江宁 娘 我可想死你们了 日日夜夜判你们 终于把你们给判回来了 刚进门的二叔和吉祭国王 就开始吹嘘起了 他们在林安的英雄世界 但是我父子二人 高风亮节 宁死不屈 日日抗争 最终与那董将军 理应外合突破林安 坐在一旁的宁毅 自然知道这傻爷俩 心里打了什么算盘 他和塔尔盘算了一下 就将苏氏的染房 和几家门店都给了他们 苏氏染房 东施那几间不是最大的 几间复行吗 对啊 二位 为我们夫妇付出了许多 我们夫妇也应该做一些报道 所以苏家以后的买卖 就要拜托二叔 和九哥了 您一说完就离开 因为自己还有一件事没做 那就是和塔尔马上复婚 以前亏欠你的 今天给你补上 二人穿上成亲时的喜服 经历了生离死别 和这么多的磨难 线下平安地回来 二人只像是做了一场梦 咱们还要拜堂吗 用我自己的方式 苏小姐 你面前的这个男人 爱你 尊重 想用一生的时间守护你 你愿意和她在一起 不论贫穷还是富有 疾病或是健康 都爱她 直至生命的终点吗 我愿意 至此 宁毅的上门女婿之路 就全部告一段落了 我是好好说句 期盼与你共同欣赏下一步精彩 我们下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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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one 就是我们下车的 坏